搅乱地府只需三步 先给爷爷杀二百年 不够索性就烧起了运钞机 听说爷爷要在地府打江山 孙子直接烧起了火箭和导弹 从此地府乌烟瘴气 再无宁日 铁头都给你拖了那么多梦了 怎么还不给我烧钱 要不因为你 我现在还在上面逍遥快活呢 铁头猛然惊醒 难难地说道 看来又做噩梦了 这个月我都少了八十多个一了 还说缺钱 是不是在下面被骗区搞传销了 才六点我再睡一会 爷爷现在才六点 总要等到商铺都开闷了 我才能弄到钱给你烧过去吧 我已经说了恩便了 我在下面打仗 打仗 再不发放军饷 将士们都要造反了 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等你下来了就是邵当家的 保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还有我再告诉你一次 指钱不是随随便便点着就完事了 这样不光污染环境 最重要的是我收不到 记住这串蜜语 提头 都几点了 还不来上班 是不是不相干了 老板 我今天肚子疼 现在还在一万里 今天请个假 好 你不用来了 老板 快 再来几箱之前 面纸越大越好 小伙子 你怎么又来了 见过烧纸钱的 没见过这样烧的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给他烧个印钞机过去 让他自己印 我靠 还有这种东西 来两胎质量好的 爷爷 我给你少两胎印超级 一胎用 一胎备用 以后缺钱自己赢 你一个月给我拖了三十次懵了 求你别打扰我了 对了 还有蜜语 吃葡萄不吐桃子屁 吃葡萄就吐西瓜屁 吃葡萄吐你妈妈屁 我靠 打拼了 铁头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和一张美丽的面团 你醒了 嗯 这是哪里 这里是松鼓大陆啊 是的 此时的铁头 已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叫松鼓大陆 是一个修真世界 这世界修真为名 宜长长盛 飞天遁地 强者为尊 小雪 告诉书关 速回 道友 既然你已无大碍 我先有点事情 就先告辞了 美女 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 美女 听到美女二字 沐清雪玩耳一笑 心中泛起丝丝波澜 我叫沐清雪 你叫我小雪吧 好了 看到这个可以飞升为新的世界 铁头彻底燃了 一万生命为名 百万神魔为将 闲之天 暴时简 有我铁头便有钱 沙雕系统已激活 嗯 传越并自带系统 火飞 啊 检测到宿主没有灵根 不能修炼 啊 这没有住的地方 也没有值得 这个怎么办 太难了 新手礼包一到账 警察收 臭小子 快给我烧钱 你想让老子败兵西北吗 爷爷 我被困在了另一个世界 连温饱都难以借云 那你先消惊你啊 这子我不管 我这里的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想尽一切办法 不然我就把你带下 哎 又蒙到爷爷了 好怀念地球的生活 此时的铁头不由地抱怨 此时的铁头像往常一样 起床给院子的公鸡喂食 桃树消水 这些乃至整个院子 都是系统假物的 虽然铁头穿越到这里的城市 直接激活气 但是看着身边飞天遁地的修真强者 铁头也只能暗自骂你 因为直至此时这个奇葩系统 也没有引导他修行 理由就是检测到铁头没有灵根 而更奇葩的 则是系统要求铁头 必须完成一千个任务 在规定的时间里 不完成就会被抹杀 只有完成所有的任务 他便能一夜无敌 兵不血刃 任务都是生活上的琐事 奖励也都是生活的物品和食物 比如喝水的茶壶 切菜的菜刀 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不是凡物 不过可悲的是 铁头根本都不知道 系统这次是什么任务 结交原因级以上的修真人士 限期三个月 奖励随机 惩罚 抹杀 我一个连令根都没有的人 让我结交次等高手 能不能把我打斩狗 我不知道 系统你是斩狗啊 铁头收拾好能带的物品 全部放入系统自带的储物盒内 准备到山里 通通运气 就在铁头走后不久 忽然间 整座简单的小院里 气势陡然一变 大道风鸣 龙笑震天 豪叔说道 龙族的那憨祸 消停点 主人还没有走远呢 想死吗 快别说了 我早已经化龙了 现在就窝在这个小坑里 整天提心吊胆的 就怕哪天主人来个清争鲤鱼 此时正在着实欲你的一只公鸡 一瞬间身后七彩的霞光 如飞铺 巨大的神皇虚影 铺天盖地 跟随主人一年了 第一次见到主人出远门 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回来 菜刀也被主人带走了 真的好羡慕他 还有 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涅槃重生 现在却怕主人的腊潮小鸡 好了 都不要吵了 把你们的担心都放回肚子里 我们静等主人重新归来的那一刻吧 现在我感觉 主上越来越恐怖了 他刚才在我下面做了议会 谈讨差点直接成熟 小院中一时间都安静了 另一边 哦 大帅 黄县城南门已被攻破 我军顺利入城 好 兄弟们 等占领了这座城池 老子好好犒劳你们 金钱女人样样都有 可是 军事但说无妨 大帅啊 咱们没钱了 再不发放军饷 将什么就 臭小子都拖了多少次梦了 怎么还不给老子烧钱 水灾想我 不会又是哪个总是驼梦的爷爷吧 嗯 算了 等完成这个任务 看看能不能换点钱 还是给爷爷少点子吧 无奈流街头 先驱松鼓大陆休闲 旺道有点赞管转 母亲血 对不起了 如果再不交出来 我们就要打破你的元神 破开你的腊戒 倒是可别怪我们无情 嗯 这是在干身啊 咋咋糊糊的 还对女人动手 美素质 此时的铁头 伸知自己几斤几两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准备绕开这群人 而另一边的母亲血 一滴青泪落下 随后美眸一缩 看到了铁头 到这一里营绕 难道是仙人 前辈 前辈救我 前辈 门女 你是在教我吗 这段事太恐怖了 前 前辈 不知前辈在此 往辈最该万事 咳咳咳咳咳咳 前辈饶到我们了 我们马上就滚 你们走吗 不行 前辈 小女母亲血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美女 我并没有帮什么忙 不要客气 美女 我记起来的 你是一年前 在闪下救我的美女母亲血 原来是前辈 美女 你闲起来吧 我不是甚至前辈 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没错 前辈说凡人 就一定是凡人 前辈 山上的天心中 就是我的家 可否请前辈 到中门小夕片刻 我们也一表感谢 我一个前辈 又一个前辈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 等等 原来他就是天心龙的圣女 如果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了 那我也不推迟了 只不过我一切凡人只能不幸 你动吧 那晚辈陪前辈一起走路 哥 为什么不带我飞过去 你是什么修为 前辈为何要问这样的问题 这么高的修为不可能看不出啊 难道另有引擎 晚辈一直卡在住机器 爷爷和我说过 想要突破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日记月累 终有一天能水到渠成 第二个是靠顿武 修炼水系功法者观水而悟 黑一我已经观水修炼整整一年了 依然没有突破 真冷娃娃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了这么多 没有 你还是喝点水 然后我们赶路吧 前辈还是叫我小雪吧 说着木清雪下意识的结果 丹田的井水入腹 他感觉一阵舒服 但下一瞬 他却是猛然震动 他的脾气 偶然攀升 直接从住机九重天 月升结单一重天 而且还没有停歇 结单二重天 一路直接冲破到五重天 他看着手中的水壶 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这其中 到底是什么玉叶穷江啊 他恨不得再喝几大口 但是 他却深呼吸了一口 不能 不能在前辈面前表现的贪婪 要注意形象 谢谢前辈 前辈 这就是我们天心宗 您先稍等一下 父亲 快到宗门门口 有高人拜访 小雪 你 你怎么突破到结单七了 结单五重天 父亲 这多亏了这位前辈的指引 而且前辈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稍后我向父亲再续 前辈 不 不知前辈大驾光临 小辈有失远迎 这对妇女的脑袋 同事被门挤了吗 怎么见我就叫前辈 公主你说妖的 我不是剩了前辈 就是一个在冰湾不过的凡人 父亲 前辈游戏人间 现在与凡人身份修心 最好不要提修炼方面的事情 免得前辈生气 小雪父亲若有所思 前辈你也别叫我宗主了 如果前辈不嫌弃 以后叫我小云吧 那我还是教你穆宗主吧 一切听前辈的 允兄 允兄 前辈 允兄啊允兄 你宗门什么时候结交如此高人 有一个 难道凶人人见面后都要下会 恳复前辈吗 前辈 这位是我的好友 南宫宗的宗主 宫英杰 穆宗主 可否让你好友烟起来 从小爷爷就教导我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们这间人就归的礼数 我可接受不来 或者这帮人是不是都上 今日能结交前辈如等高人 真是小辈的荣幸 可否请前辈一步大点 小辈准备膳时 宴请前辈以表感谢 铁头心里想 任务完成了 难道吴逢云他们誓言迎击的 不想这些了 我还是快回去看看任务奖励吧 至于蹭饭还是算了 这帮人脑袋都被捋踢了 一口一个前辈 一口一个高人 还不知道能出什么油饿子呢 吃饭还是算了吧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 我家就在下面的小镇里 有空可以去我哪里做客 我们现在就有空 咱们不按照掏入主牌 见过实在的 没见过这么实在的 回去我还得给爷爷勺制呢 好啊 我带你们去 可是我一介凡人不会肥 要不几位带我肥回去 做我的剑吧 无乃牛街头 先去松鼓大路休闲 旺刀有点赞管理 街头 宗主宗主 宗主宗主 什么事 唐玄门的人又来了 什么 唐玄门 这次他们所谓何事 来了多少人 宗主 他们眷恋二小姐的美貌 扬言要么带走二小姐 要么交出我们的正宗之宝乾坤境 这次唐玄门的人气势汹汹 他们元英七的九大护法全来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父亲 老祖现在正在闭关不便打扰 我们快通知城主 当时城主上位时说过 他会保我们一方安宁的 哎 傻丫头 没用的 唐玄宗的九大护法虽然早已恶贯满盈 可成竹 哎 现在的一片天已被浓雾笼罩了 哎 我们妥协吧 把乾坤敬给他们 小姐姑娘 坏人都是豪人贯主来的 朋友来了我们有好酒 坏人来了我们有列强 新网一珠响 金网一珠使 才能无往而不胜 前辈的意思是 朋友来了我们有好酒 坏人来了我们有列强 新网一珠响 金网一珠使 才能无往而不胜 我的娘来 这样也行 多谢前辈的言话 穆总主歪起来 我什么都没有做 恭喜穆宗主 穆宗主 你先回去稳住局面 我会难公宗带族人马随后就到 这次我们要让他唐玄美有来无回 大大 有劳了 前辈 晚辈先回宗门 他日在登门拜谢 小雪 你先送前辈回去 我和公宗主先回宗门 我 小雪姑娘 我们走吧 前辈请上线 这个粉嫩粉嫩的 能幸吗 别半路甩下来啊 还算平稳 就是有点慢 不过这欲见飞行 比我那个电动车 是抢太多了 等下次再是 沐风云的 他那个嗖嗖的贼拉风 小雪姑娘 这就是我们存的 如果不嫌弃 到我家坐会吧 就在存通透 前辈 小雪一心挂念父亲和妹妹 这次我就不做了 改日我和父亲 他们再来拜访 那好吧 切记 一定要注意安全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不想割鞋了 我快去给爷爷买纸吧 要不今晚又得做噩梦了 张老板在吗 铁头哥哥来了 有些时日未见了 这次又要孝敬你地府的爷爷 是啊 好多天内来了 看看给我打薄一些钱币 我给爷爷扫过去 以后看看能不能根据我画的 帮我钉做一些类似指人的东西 这个没问题的 给 对了 张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勉强维持生计 我一个弱女子 能这样也不错了 真想找个人嫁出去得了 恐怕没有人能配得上张老板吧 哥哥 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张老板 不替哲哲了 你看看多少钱 不用钱 拿去吧 反正这个也值不了多少钱 算是定情信物吧 这这这 聂小倩也不能拿这个当定情信物啊 铁头哥哥 你在说什么小倩 没事 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张老板就不要表现我了 无奈牛铁头 仙居松铺大陆休闲 旺道有点赞 观众 铁 铁头仰望天空这些飞行的休闲者 羡慕不已 哎 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在天空中浪一下 如果在低修 我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网红了 感谢老哥的船云舰一百连击之士 叮叮叮叮 臭小子 终于知道给你爷爷烧钱了 哦 大帅 这钱 这钱不是我们这里的流通货币 而且便是仅仅是一百的 大帅看一下 这次我们有钱了 这是天权银行的货币 但我们这一兑换汇率是一比一 也就是说 一百等于一百亿 我们发开 不愧是我刘家的孙子 这种货币都能搞定 将士们 我们现在君资充足 拿下各座城池 我给大家翻倍的发放军饷 父亲 父亲 唐神门的人呢 小雪 他们已经被打退了 多亏了前辈给的机缘 让我林阵突破到了出校一重间 对了小雪 你可记得前辈的住所 因为着急回宫门 我和前辈在村口就分开了 应该询问一下 就能知道前辈的家了 嗯 好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前辈家中一趟 一来感谢前辈给我们的机缘 二来看看这次能不能再让前辈点换一下 大雪 那位前辈大门 是住在这里吗 你像吗 没感应到台墙大的气息 甚至可以说 平平无奇 看上去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了 东叔叔 就是这里不会错的 其实这也正常 真正的高手大门 很多都会游戏人间 或者引居山林 所谓深山长虎报 田野献麒林 就是这个道理 生我糊涂了 像前辈这样的高人 怎能一场里肚吃 大事 向你打击一下 公中主 快看大神手上的锄头 道运 这锄头上充满道运啊 这锄头肯定被爵士高手使用过 留下了一身信息 看来那位强者 不 前辈 真的在这里 请问 这锄头是哪位前辈用过 就我啊 嗯 还有小刘也经常来帮我除草 小刘 哎呀 我还要去种菜呢 你们别耽误我了 骗着三个陌生人 似乎有些不对劲 王沈精直的往瓜地走去 走 我们跟上看看 此时三人紧跟着大神来到了一片瓜地后 三人彻底震惊了 这哪是瓜 这都是极品灵药啊 父亲 大神的瓜地 比我们整个天心宗都值钱 我们宗门也仅有两株极品灵药 大神 这块地 这块地是小刘帮忙开啃的 他可勤快了 还给我了一包西瓜种子 此时他们最想做的 就是洗劫整个瓜地 大神 这些杂草能给我们吗 你们回去养猪 这个无所谓随便拿 人言 沐风云急忙将一大把杂草收了起来 龚英杰则是直接抓起一把嚼了起来 好 好了 完了 遇到神经病了 怎么连草都吃啊 此时的大神健庄 心里却发了毛 急忙扛起锤头就走 小刘 小刘 小刘不好了快出来 王大神 怎么了 咱们村刚刚来了三个乞丐 吃连一把锄头 一块瓜地都露出那个产样 连杂草都能吃下去 一定来咱们村里乞讨来了 而且他们好像是冲着你来的 你一定要小心 无奈牛铁头 先驱松鼓大路休闲 旺刀有点赞管转 铁头永生 王大神你放心吧 这三位我认识 三位我们进屋作会 喝杯茶吧 好啊 麻烦前辈了 进来吧 你们在这里随便参观 我闲去烧水抛茶 好的前辈 三人的目光探索着整个小院 等到看到小院子里 那只土鸡和池塘里寄鱼的时候 心中不免疑惑 牧总督 前辈竟然涵养了这些普通的畜生 宫阴节发音当落 突然三人感受到了 几道绝强的杀意向自己袭来 这一刻 三人犹如面临旷古凶兽 宇宙神魔 脑海中温宫作响 道心几乎崩溃 冷汗沉沉 此时的三人如获大声 脑海之中那种恐惧的画面 全部消失不见 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一般 前辈 我们错了 前辈 我们错了 进来喝杯茶吧 尝尝我的茶意 此刻的他们再也不敢多看一眼院子里的物品 因为他们知道 院子里的物品都不是凡物 在所有的物品面前自己都如同蝼蚁一般 父亲 我们会不会惹怒前辈 不会的 如果生气就不会让我们进屋了 这难道是前辈要赐下什么机缘 你难道忘了 前段时间就因为你喝了前辈的水 就直接从筑基九重天 一跃直接冲破到结丹五重天 此时目风于眼中激动无比喃喃地说道 像前辈这种恐怖的存在 就算指缝中露一点出来 随便都够他们受用一生了 顿时公英节和木清雪也都期待了起来 来来来 尝尝我的茶水 这种茶叶你们这里真的没有 父亲 快看前辈手中的茶壶 我看到了 只能说恐怖 仅仅是闻到这茶香 就已经能感觉无比浓郁的天地灵气了 这到底是什么天才地宝抛出来的茶 前辈我们还有 还要我去 前辈再来一碗 前辈我们还有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三缸水都被你们喝光了 你们三味喝完这没回去吧 前辈其实我们还没喝 这一刻 木风云感觉到体内的灵力 忽然全都活跃了起来 肉体犹如沙漠中涌出泉水 活力在复现 它们的五脏六腑 精气滚滚 生命力在这一刻 轰然抵达到了高峰 它几乎想要仰天长笑 一路直接冲过到九重天 出鞘圆满 而且气息还在飞速上升 紧接着 就连出鞘和分神之间的那条线 也昏连快 一个大境界的横跨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此时的它彻底震惊了 从原因一步踏入分神 连冲数个境界 这是何等机缘 而另一边的宫英杰和沐清雪 分别提升到了 出鞘五重天和杰丹九重天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它们都是彻底震惊了 自己喝的 究竟是什么那天的宝卧 前辈大德 沐清雪莫持难忘 铁头直接就震惊了 你嘛 有必要嘛 虽然你们把我打的水都喝光了 也不用都跪下吧 这世界的休闲者 是不是有傲兵啊 估计眼前这三个 就是休闲界的贫民吧 伴都持不上的那种 不必如此 相逢便是犹怨 这些都是举手之道罢了 走起来吧 我也不留你们了 以后有事就来找我 直接进来就行了 我很少出闻的 好的前辈 对了 上次任务的奖励 我还没看呢 系统发放一下奖励吧 当铁头看到系统的奖励时 它彻底带住了 无奈流铁头 先举松铺大路休闲 旺刀有点赞观众 铁头 统生不忘了 系统 这次任务已经完成 给我什么奖励 不会又是锄头镰刀吧 恩 新人大专班 系统你这次评批 什么时候学会抽奖 不是了 你奶奶的 给我这个有什么用 整个院子除了我就剩他了 还是直攻击 铁头哥哥 铁头哥哥在家吗 铁头哥哥 张老板 你怎么来了 哥哥 上次你让我订做的名品完工了 店里也是清闲 就给哥哥送过来了 怎么样 小妹的服务你还满意吧 张老板把一堆东西拿出来 张老板的手艺确实停战 和图纸商的一模一样 爷爷 这些东西尽管给你少下去 这样你时不时就可以明镇次房子 谢谢你张老板 敬我坐会吧 好的铁头哥哥 那我就在这里吃饭吧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比如帮你洗洗衣服 我也没说让你吃饭了 终于到了 差一点我的真曹祖宝 哎 转眼你念了 也不知你有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 不过张老板的言行之识 他的一拼一削 却总是让我觉得似曾强失 不想割斜了 我快去砍些柴货吧 晚上还要给爷爷勺制呢 雷格老 您真的要亲身犯险吗 这里可是绝地啊 就连老祖都陨落在里面 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取得古中的余生术 这事关我们雷宁格的地位 更恐怕 这次我们准备充分 未必没有一丝机会 众弟子靠后 带我剖开这层紧蓝后入内 此时的雷千刃双手随碳光芒走开暴霸 随后光芒犹如炮弹板爆水 顿时间天地巨阵 众人的眼前震惊 看到的是毁灭一致的拓乱情 这是足以让金丹毁灭的恐怖危险 不好 此时雷千刃瞬间启动太阳 固住了所有地位 该死 雷格老 你看 雷千刃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一到身影 居然从雨生树林的入口出走出 楼贤到了极点 就连金丹境界都能轻松毁灭的契机 居然对他完全无效 怎么这么大的严身呢 他用手轻轻扇了扇自己脸前的区域 接着说道 你们再干身吗 而雷千刃等人 此刻却是脸色大变 眼中都闪过了惊骇 甚不得神色 他只是浮沉的刹那 混乱的大道契机 就全部消散了 他们身上的那股压力 也随之全都消失了 雷千刃被彻底震住 太可怕了 这该是何等的呢 老人家 你没事吧 怎么看你满头大汉了 你身后是 哦 家里没柴货呢 我今天过来准备一些 老人家 看你体色不好 除了这片树林就是我家了 到我家作灰吧 老人家 这就是我的家了 今来作灰吧 李奶奶的 这院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真的是凡件吗 老人家 你没事吧 在想雷千刃 见过前辈 有爱一个 这世界的修仙者 是不是都有毛病 老人家 我不是胜了前辈 就是一页凡人 前辈是下凡修心 你是无敌强者的 这个是我不会揭穿的 前辈 我懂了 你以后在我眼里 就是普通的凡人 进来作一会吧 老人家 尝一下我自己宰中的桃子 不谢前辈 还是不要叫我前辈了 挺别扭的 何况我真的是一个凡人 好的前辈 此时的铁头 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心想修仙人士的智商 都这么低吗 张口闭口就是前辈 雷千刃也不再拘谨 直接拿起桃子 可入口的瞬间 桃之化作一股热流融入身体 下一秒 灵气如同火山爆发 洪水泄滴 充斥在雷千刃四只百骸之中 不停游走 之前在绝地受的伤势 瞬间恢复如初 修为境界 蹭蹭上涨 大成四重天 大成五重天 雷千刃双目之中惊喜万分 身子止不住颤抖 这是什么桃子 难不成是千年古术的仙桃 我的修为一句提升到了大成中期 铁头看到雷千刃吃了一口 整个人就呆住了 还以为桃子坏了心里慌的一瓶 那个老人家 是不是桃子坏了 好 好 好 雷千刃差点激动地叫出来 随后迫不及待地大蚊子吃了起来 体内短短时间累积的磅礴灵气 反复得到发泄口 一道耀眼光柱冲天起 境界再次提升 铁头此时深刻了解到 修真人士的可怕之处 举手投足间 风云变幻 万物颤护 可怕 太可怕了 光柱消失后 雷千刃只觉得全身舒畅无比 精神百倍 神识扩大一倍不止 经脉也被扩宽一倍 灵气流动更加快速 多谢前辈赐下纪元 雷千刃永世不忘 老人家 这个我可收不起 你是凭本事突破行为的 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果然是隐士前辈 绝世高人 行为作风就是不一样 让人敬佩 老人家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不知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前辈请说 前辈以后就叫我小任 或者小梅都行 那我就叫你雷老吧 不知雷老认不认识慕风云 慕风云 以前见过 果然认识 可慕风云这些人认识的 脑子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他就在不远处的山头举住 等我再看到慕风云 一定和他打个着呼 等你下次来可以找他帮忙 你自己去山里太危险了 他不是一个很弱的出窍境吗 就算在修炼一百年 也顶多是分神器 为什么前辈这样说 哦 肯定是慕风云 早早地就绑上前辈了 现在肯定很强 前辈的意思也是 让我和他多多交往 一定是这样的 那多谢前辈了 为什么呢 我和他的关系还算不错 无奈流街头 先驱松鼓大路休闲 望到有点赞观众 街头统生 真没想到 这次在雨生树林 能见到如此高人 遇到如此机缘 只是前辈最后的话语却未能领悟 雷老 你不会想要这些柴火吧 柴火 这雨生树在烈火中生长 号称万年不死树 每一段质感都有极为浓郁的火属性气息 一直就可助人无道 在前辈这里仅仅是柴火 前辈 这雨生树确实对我有极大的用处 想要你就拿走吧 等我改天再去砍一些旧事了 虽然雷老 这种柴火很耐烧 就是银然的时候 一定多用点打草 嗯 下面的不正是前辈口中的 天兴中的宗主木夫人吗 就这样说定了 就选这座山头了 就这样定了 对了 我们又不用和前辈说一下 毕竟前辈给了我们大机缘 而且山下就是前辈居住的小镇 我们应该说一下 毕竟这可是一件大事 也是一件好事 我想前辈应该会同意的 木宗主 他是谁 这秀为太恐怖了 他是松鼓大陆第一门派 雷明格的老祖 雷千任 晚辈木风云 见过雷格老 只要是和前辈有关系的 都得认真一礼相待 道友以后不要这么客气 要是无建议 我喊你一声老弟 你喊我一声老哥如何 老哥 完大了 真的完大了 我竟然可以喊这种存在叫老哥 不知老弟为何在这里 不瞒你说 我们和南宫宗主要合并 顺便改个名字 两宗和一宗 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肯定和前辈有关系 不然宗门不会随便合并 而且他们的选址正在前辈家附近 老弟 合并宗门繁琐的是一定很多 这是我的传音牌 遇到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多谢老哥 老弟 有仪式不知当论不当问 你客气了 老弟我绝对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和前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雷千任怎么知道我和前辈认识 不对 我懂了 前辈推演出我们要合并宗门 所以让雷格保护来协助 确实 如果有他这种大陆强者在身后协助 所有事情将事半功倍 传闻 推演能力可是连仙人都掌握不了的超级能力 前辈应该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 老哥 是小女仙和前辈结识的 那时是前辈刚来小镇 原来如此 老弟 我东门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我们下次见 加入修仙门派并助其成为五大宗派之一 限期三个月 奖励顿悟三次 惩罚 抹杀 系统你是不是在挽我 让我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加入修仙门派 系统你给我出来 我能不能拒绝这个任务 可以 但是拒绝后直接抹杀 李奶奶的 我问你 顿悟三次是什么奖励 干什么用的 顿悟是修炼者在参悟大道的时候 意外的和大道形成了 有了共鸣状态 从而快速领悟进入一个玄妙的世界 铁头好道 说人话 就是遇到不会的 不懂的 就可以用技能盾悟 也就是说没有盾悟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是盾悟两次 修炼者中的天才 一生也只能盾悟一到两次 这一次是不是就可以开挂了 遇到不会不懂的 领悟不了的 直接用盾悟就解决了 假如门派还好说 我可以求助木逢云 看看能不能加入他的门派 做个打杂也行 就是祝其成为五大门派男啊 太难了 古乃流街头 天居松户大路休闲 旺刀有点赞管转 木宗主 这么晚会不会打扰到前辈 应该不会 我们说清楚合并宗门的时候就离开 如果前辈没有意义 明天就开工建设 要是前辈能做新宗门的护山长老就好了 想啥呢 像前辈这种大能 能给我们一丝机缘就不错了 护山长老就不用想了 仙兽 这里怎么会出现仙兽 而且 而且满身的怨气实在太恐怖了 死兽一出 四方百姓定会尸山血海 难留一魂 趁着仙兽还没有大开杀戒 我们快回宗门带领弟子救人 哎 能救多少人救救多少人吗 刚才是什么 好像是一把菜刀 前辈出手了 入魔的仙元镜 没想到在凡间还能出现这祸 小小仙元镜也敢在刀业面前如此放肆 就是仙帝急的垃圾来了 也得叫我一声音 在他眼里 仙帝是垃圾 仙帝要叫他眼 那前辈是 感觉另有故事 这一刀先给你留着 先带回去让桃树看看 菜刀 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这会绝对有故事 桃树这是你的专长 你看一下 如果是垃圾 我不建议送他一刀 竟然仙帝的坐骑也会招人黑手 罢了 罢了 遇到我们酸泥酒云 这都是些什么存在 太恐怖了 大佬 大佬们好 还挺实想的 从现在开始 你就在这个院子里生活 以后我们就叫你小垃圾 记住自己的称号 从今往后在这座院子里 特别是在我们主人面前 装成一只小猫 要是让主人看出端倪 对不住了 我们直接将你人道毁灭 喝懂 哇塞 这院子的主人要多恐怖 这么多大佬喊他主人 现在马上化形一只猫 别说你不会 大 大佬 我能不能化形老虎 猫是不是他那个傻了 别废话 菜刀 要不让他化形成虎形猫咪 应该也挺可爱 好吧 速度点 不错 不错 来叫两声 找到 无奈流贴头 先去松铺大路休闲 旺刀有点赞关注 贴头 电脑 老虎 老虎怎么跑我园子里了 瞅我干啥 你在小也是老虎 你养腰是找过来 不得把我死了 猫 你是猫 我怎么看你也是小老虎啊 不行 我还是把你送到山上 自己去找你酿吧 小垃圾 你要是不能让主人留下 我铁定送给你一刀 你能听懂我的话 你不想抖 扒了 扒了 我们可说好了 要是你妈来找 我可没欺负你 还有那只鸡和这条鱼你不准欺负 它们已经和我有感情了 大佬 他们只有欺负我的份量 就算是扒了我的虎屁 我也不敢滋生 前辈在家吧 沐风云先来求见 沐风云 来的正是时候 我问问能不能加入他的门派 系统任务大过天了 我在家 进来吧 前辈 这 这就是昨晚的仙兽 虽然画形小老虎 但是气息没错 前辈就是前辈 此等仙兽也能训画 沐总主不要怕 他其实是一只小猫咪 很乖巧的 猫咪 对了沐总主 有件事不知能不能醒个方便 前辈请说 我现在需要假入个门派 不知沐总主这里是否方便 前辈果然是前辈 这推演能力实在害人 只是为何前辈要加入门派 难道 前辈果然神奇妙算 我们正准备两宗和一宗建一个新门派 从今日你就是我们宗的宗主了 不知前辈觉得如何 那从今日起你就是我们宗唯一的老祖 从认识就感觉你脑子有问题 确实病得不停 前辈已经点头了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随你吧 反正是完成了系统任务的第一步 假入东问了 不知这个老祖平日里要过什么 前辈你无需做什么 当我们宗门需要某些重要决断 或者宗门遇到困境时才需要你 也就是我有一定的权利 不是的前辈 是你有唯一的决策权 那好 我就一点要求 让我们新宗门在三个月内响着大陆 几近前 让我们新宗门在三个月内响着大陆 几近前 响着大陆 几近前 无乃流街头 先去宗主大陆休闲 旺道有点赞观众 宗主就是这里了 走 我们下去 听说你们要在这里新建宗门 这座山头我要 给你们一次机会 要么彻底臣服我寒独门 要么你撕 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真以为我们天心宗好欺负吗 给你们臣服的机会 别给脸不要脸 说话间 他的气息也不见流露出来 顿时 半个天空之中 都充满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你天心宗 宗男老祖子 也不过合体禁忌 更何况 他早就已经死了 之马 妈妈 家长能复呢 与此同时 更加苦苦的气息 弥漫出 顿时 将左冷禅的气息 都给压了下去 左冷禅顿时震惊了 这是 大成六重天的气息 老弟 我看他们 还懂能能耐你 这怎么可能 雷千人为什么会来这里 为什么他会帮这些蝼蚁 还称呼为老 而且他明明应该是 大成三重天 这到底是为什么 宗主 据探子报 雷千人和沐风云 他们都去过山下的小村庄 我倒要看看 这小小山村中 究竟有什么机缘 让你二人这么快速谨慎 说完 他猛然从袖中升起一个大阵 阵兴是一个罗卡 白骨做盘 人皮扑面 烈烈作响 阴风阵阵 此时的雷千人脸色里 沐风云说道 宗哥 怎么办 而左冷禅也把目光 从雷千人的身上 转开向了山下 这个平静的小山 忽然一堆手 大阵已经覆盖出了山村 无论有什么 先将村中所有的 活人电话的暗数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可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金光闪过 左冷禅脸色一变 猛然喷出一口金血 他的瞳孔急速散大 身上的生机骤然消失 与此同时 上方的大阵急速缩小 一个罗盘 落在了木风云面前 这一刻 整个山间落真可怕 简辈 简辈出手了 攻击 我发现你好像又变强了 桃树 你在嘲笑我吗 它仅仅是大成七啊 没有 我是看你直接改了 罗盘的属性 嗯 好好的一把仙气 别浪费了 我把它改为防御大阵了 野王里面输入了足够的灵气 等新宗门建成 只要把它放在山顶处启动 就能出现一个 笼罩宗门的防御大阵 这样 起码能抵御两个 大城巅峰的人同时攻击 舍得我们还要去保护 古乃刘街头 先去松鼓大陆休闲 旺刀有点赞观众 铁头 共生 在这松鼓大陆里 导手林立总门众夺 让一个新闻派 急身前武 谈何容易啊 系统啊系统 你这是让我的生命 才是倒地时啊 攻击 这次我估计就交代在 系统手里了 这个任务太难了 等我提前和王沈说一下 你去他家 绝对不让他 把你做成蜡潮小吉 你看就这一个任务 能把主人愁成这样 我们快想想办法 助他一臂之力吧 要不给我三息使劲 我出去把那几个大门派都灭了 这样主人就直接完成任务 猜当你又要犯魂 如果被主人知道 我保准你会变成烂铁板 我 我知道 自从跟随主人后 我可一点坏事没做 想当年我跟着主人征战沙场 所向披靡 谁不退避三射 扶手称臣 再看现在 何时才能力剑除强 打杀四方 大佬 我有一个主意 小垃圾 闭嘴 没你的事 猜当挺挺小垃圾的主意吧 万一有用呢 能不能辛苦凤姐 幻化出一个小凤凰 让沐凤云带回去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修为 他们也可以横走大路了 好主意 好主意加一 好主意加二 好主意加三 就这么定了 辛苦你了攻击 老虎 你给我等着 我让你知道以后的生活等同于炼狱 呃 这可是我一千年的修为啊 哇 好可爱 给你一次活着的机会 滚 老虎听着这冷到极致的话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有股含义 浸入身体一样 使得它身子一抖 铁头起床 来到院子 下一秒 空击 你身边的小几是怎么回事 你什么时间下的蛋 你奶奶的 乱了 全乱了 我这就出去看看村里谁家还能养鸡 反正我是不要了 前辈在家吗 进来吧 门没锁 前辈 新宗门已经落成 想请前辈为新宗门赐名 择日便可举行开宗大殿 我真的可以取名字吗 当然可以 作为宗门的老祖 其整个宗门都是前辈的 名字里应前辈来取 那好吧 开手风云起 举木斧藏绳 名字就叫 云藏宗吧 不知二位觉得如此 好 好名字 那二位进来喝杯茶吧 我们还是不要太贪婉了 别让前辈厌恶 这次就不打扰前辈了 我回去再安排一下宗门之事 好吧 对了木斧主 我这里有两只小鸡 东门如果有地方 你带回去饲养吧 木风云看到小鸡两只一惊 这一凤一黄 整个松古大陆都不存在的生物 此刻竟然摆在我的面前 云藏宗必将崛起 啊 前辈 这 这是给我们的 很慢 总能不能饲养 不 不 多谢前辈 有他们在 云藏宗定能飞黄平达 这和鸡有什么关系 有兵 绝对有兵 走吧 此时的木风云抱着铁头家的小鸡激动不已 可刚出村子不久后 手里的两只小鸡变化作两道光芒 飞向远空 凤银声撤向方圆万里 恐怖的威压 突天盖地 吓得大荒中 万寿苦福浑身瑟瑟发抖 带给木风云和宫英杰的震撼 简直无以伦比 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 他们虽然在小院内也曾见过 但小院内的万千 大到压制了龙凤的身体 突然 一道威严的声音 撤向天地之间 两只小兔崽子 要浪过远点 离主人这么近想脚死吗 闻声一缝一黄 顿时停止翱翔 身上的霞光快速脸去 身躯也快速缩小 最后化作了两名模样可爱的孩童 宛如一对金童玉女 小兔崽子 记住你们出去的任务 胆敢胡闹 看我怎么治你 见过两位前辈 什么前辈 我又这么朗呢 难听死了 听到这里他们二人 吓得浑身一哆嗦 生怕小女童一不高兴拍死他们 先前那恐怖的气势二人 还记忆犹新 看把你们吓成那样 我又不会吃人 走吧 带我们去宗园看一下 不愧是传说中的神兽 威亚太恐怖了 真没想到前辈会为此门派赐下如此大机缘 雷老哥 虚久不见进来可好 虚老弟啊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不瞒你说 刚才我路过这里 感知到此地有强大的陌生能量活动 不知雷老哥可有什么发现 再过一段时间 这里会有一个新宗门开宗 到时你就知道了 哦 雷老哥 咱俩起码也有五百年的交情了吧 和我说说呗 小刘在家吗 王大神我在家 亲来吧 这是 王大神不要胖 这是一只狐心的小猫咪 哎呀小刘 我就说你是缺个半了 养什么猫啊 咱们村里的大小姑娘 可不都等着你 养个老婆 不必养猫强 要是你听王沈一句劝 早就抱上大胖小子了 我这次来啊 主要是和你说一下老孙家的女儿 人家可喜欢你了呢 对了王大神 差点忘记 我有点事要逐去一下 你先自己进屋作会 这孩子 怎么一提媳妇就跑了 不会是 要不我下次问问 小刘喜不喜欢老张家的儿子 喂老哥 怪不得你现在已经大成六成天了 就咱俩这么好的交情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啊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一下前辈 有福同享 我看看能不能得到点机缘 不瞒你说 我一直在前辈的村庄附近 就是不敢贸然拜访 不能让前辈说我们贪婪 像前辈这等高人 一旦让他厌恶 这后果不敢想象 也是 不过 对了 不如我带你去找沐风云 顺便看一下 中文建设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这样绝对能抱上前辈这条大腿 没老哥 还是你聪明 哈哈哈哈 无奈牛街头 先与松鼓大腿休闲 旺刀有点赞管转 天 给我下来 哎什么的 我老在这没看到 但从这里飞过去 没老哥 这就是前辈刺个沐风云他们的大机缘 先别说话 老夫雷鸣格的老祖没签认 这位是天元会的老祖须竹子 想进宗门求见沐宗主 嗯 我有几个问题 问完了我就跟你们联系一下 前辈请说 前辈 又是前辈 嗯 你们成婚了没有 哈哈哈哈 妻子还在不在 是改嫁了 还是去世了 想不想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是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好了 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这就给你教一下 小木小木 外面有两老头找你 你出来一下 好的小姐姐 我这就出去 听见没有 以后叫我小姐姐 叫我小哥哥 好的 前 小姐姐 小哥哥 公鸡 这么看来你们凤族好像都很皮啊 云苍宗 不错 这个名字好 哈哈哈哈 云苍宗日后定将会成为整个大陆的焦点之一 十日后的开宗大典 还望两位能来捧场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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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宗主 看能不能麻烦你件事 虚老 有什么我能做到的 你尽管说 你看 下次去前辈那里 能不能带我一下 叮叮叮 沐风云也是瞬间明白了虚竹子的用意 紧接着说道 虚老 我们可以现在就去前辈家 顺便也去问一下 在开宗大典这天有没有时间 好 虚老 这里就是前辈的家了 走 我们进去吧 虚老你先别着急 我们先喊前辈出来吧 对了 一会还请虚老不要提修炼的事 前辈把自己当成一介白人 再次修行 虚老弟 听慕宗主的吧 我们就在门外等一下 此时虚竹子看到这座普通再普通不过的小院 心中有些疑惑 这就是你们口中前辈的住所 随后虚竹子忍不住地向院子里探入神念 想要查探一番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瞬间射出 此刻的虚竹子仿佛被一只远古巨兽盯上 浑身动弹不得 下一秒 再刀住手 好处 这骚扰头子一看就不是好人 先弄清楚再说 大佬 这位是我的好友 这次是一起过来拜访前辈的 刚才确实是他太不懂事 我在这里给你们赔礼了 还望各位大佬不要怪罪 小垃圾 看在你这位朋友这么懂事的费上 这次聊你boss 以后若再敢在这里放肆 就不是这么轻松了 虚老弟 前辈现在应该不在家 你就先在这里忍一回吧 他回来你就能起来了 你们来了 怎么不进屋呢 那老人家是怎么回事 先辈 那是我的好友虚竹子 老人家 你快起来 没事吧 是不是我家的门槛惹的货 喂老哥 这哪里是仙人啊 这是仙人的祖宠 满身的道责运也太恐怖了 晚辈虚竹子见过前辈 老人家 你怎么也叫我前辈 我就是一介凡人 晚辈明白 明白 前辈 你可以叫我小虚或者小子都行 哥 我还是叫你去闹吧 不好了 不好了 小刘 小刘在家吗 王身我在家 王身怎么了 没事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小刘 金河村的那几个小流氓又来了 他们要抢走老孙家的女儿 老孙不让 现在他都被这帮小流氓打残了 什么 敢来我们村捣乱 王身你等会 我去拿家伙 牧总主 你们要是不怕打架就和我一起去 走 王身 桃树 桃树救我 我刀也不想参与凡人打架 我这一刀下去没空着好 整个村子都没了 快救我 先人加神器 再加上我们两个大城中期还有他们两人 让他们这些小流氓去 走 雷老 刚才要不是你拦着 我这一菜刀肯定做太阳牙的 前辈啊前辈 你的演技确实一流 幸亏道也提前提醒了我们 雷老头 我是你导演 我下面说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到了那里主人一定会演戏 拿我批这帮小流氓 你们都做好配合 不要让主人出手 同时也不能让他在村民面前丢了面子 磕豆 有我们在这里 根本用不着你出手啊 是啊 是啊 走 进屋吧 今天都别走了 尝尝我的兽医 千辈给的真是大机缘 我竟然从大城三重天 一跃成了大城六重天 你们看看我 就这一顿饭 我直接从分神一重天 突破到了分神圆满 整整一个大境界啊 哈哈哈哈 我感觉现在体内的灵气还在不停地翻滚 我也是 又来了 还要提升 刚才那四人得了主人这么大的机缘 可他们倒机不稳 稍有差池 修炼之路就将固步自封 止步步前 看来要出手帮他们一把 此时四人身上的灵气再次无怨气 他们的五脏六腑 精气滚滚 生命力又一次抵达到了高峰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电闪了一门 顷刻间一片片乌云猛照在头顶 天空仿佛破了个大洞 雨水倾向下 一阵阵闷雷响彻云霄 当雨水淋漓在四人身上 他们的神识忽然像是夺断洗礼 四人的眼中金光一闪 脸上大喜 煞世间 他们对自己修炼的弊端 都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方才的疯狂破解 他们察觉到了自己的倒机不稳 修炼中出现了偏差 但是这突如其来的雨水 却让他们的修为境界更加圆容自然 这真是天大的恩赐啊 如果不是这场雨水 我们将来的修炼 极有可能出大问题 是啊 前辈真是火眼金睛 对我们修炼中的缺陷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的倒机都稳固了 前辈的大恩大德 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 这帮人真是个神的鬼脱生的 第一次见到点盘子的 而且三十八个馒头都吃的 离奶奶的 我一个月也吃不了这么多 系统 你出来 告诉我 为什么他们叫我前辈 为什么这些人吃了我的食物 就会欣喜多狂 哪怕是一杯茶水 系统 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我本身就是一个强者 得告诉我了吧 不说话是吗 我会弄明白的 那我就找二狗单挑 试试我的战斗力 这个事情你也不能全怪我 当时在前辈加光想着干饭了 你不是也一样吗 这怎么办 开宗大典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竟然忘了通知前辈 如果前辈怪罪下来 那我俩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还不简单 你再去一趟不就得了 说得容易 频繁地打扰前辈进修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想前辈不会怪罪的 算了 我还是再去一趟吧 你看看请简下发得怎么样了 督促一下 林奶奶呢 谁在说我是强者 我就跟谁记 疯死我了 这王二狗也真吓得举手 说好了切脱一下 哎哟 前辈在家吗 目风云求见 这人怎么又来了 不会小话 晚晚上又准备在这里吃吗 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这样子怎么接人 牧总主 你这次来的用意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现在不方便 你先请回吧 哦 前辈果然是前辈 直接就推算出 我此行的用意 前辈 那目风云就不打扰了 先帝 找到金玉谷的踪迹了 快说 在时日前 凡间出现过一只新手 根据描述 体型和气息 与金玉谷极为相似 只可惜不到一炷香时间 所有气息全无 至今没有确定具体的位置 金玉谷其位独一无二 一定是他 这次必须要赶在九阳先帝前面找到他 否则我们炼化金玉谷的事情 一定会被曝光 以九阳先帝现在的实力 我们顿时魔攻必将不保 我这就下凡 一定把他带回来 好 记住一定要隐秘行尸 待我炼化金玉谷后 实力定能碾压九阳先帝 到时候我们就可一种仙界 慕老弟 恭喜恭喜 祝宗门蓬城万里 大展宏图 雷老哥 你来了 慕老弟 今日你们开宗 我怎能不来 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还望老弟能接下 这 这竟然是爵士领榜 九阳乾坤底 是的 这是本宗门的正宗法宝之一 有了它可以大大提升变质品街 对了老弟 前辈过来了吗 刚才我去接前辈 可是前辈不在家 我想前辈应该是另有安排吧 老弟恭喜恭喜啊 这新宗门开宗大典可不能缺了我 徐老弟 你怎么是走着过来了 雷老哥 你忘记门外的小姐姐小哥哥了 我可不想再被拽下来 慕老弟 两位前辈怎么不在这里 这个 他们的脾气你们也知道 我准备了一些好吃好喝的 暂时让两位前辈休息一下 等 等了 这小礼物还忘收下 虚竹子得意地说道 这弱水盒是由灵水汇集而成 不仅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还可以发毛洗髓 补充灵气 二位真是太客气了 你们的到来让宗门棚毙升灰 这是我们的荣幸 走走走 里面请 这次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捉到金玉湖 好的仙尊 仙尊你看 这里竟然成立了一个新宗门 这里是原魔先帝打通仙剑和凡剑的秘密通道 绝对不可以泄露 怪就怪你们选错了地方 走 我们去灭了他 下面的蝼蚁 这个宗门谁是主事人 龙叔叔 他们是什么人 仙人 仙人又合适 我们宗主稍后就来 给你们三夕时间 宗主如果不出来 我就直接动手了 不知仙人驾到 云仙宗宗宗主木风云有失愿意 有哈 这个蝼蚁心理素质挺强啊 这个宗门必须消失 要么你们自己动手摧毁 要么你们自己动手摧毁 且永不踏入此地 要么所有人死 不知仙人为何如此 我让你说话了吗 仙人对不住了 这个宗门其实是某位存在的 我没有权利决定宗门的去留 好 我不管你说的是谁 所有人随宗门一起灭亡吧 大灯 谁让你们来这里捣乱的 银虾我吃好吃的 该死 一凤一黄 如此强大的存在 怎么会在凡间 仙尊 怎么办 他俩的实力完全碾腰我们 先撤 想跑 我让你们走了吗 吃愿吧 你们对着宗门哥三个想投 然后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就可以滚了 太简单了 不行 必须把眉毛给我剃去才行 可就在此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出伤 小兔崽子 这不是玩的时候 他们已知道凡间你们的存在 为了不留后患 此二人不可留 可懂 明白了 中午 对不起了二位 看来 这一切计划 都得加快推进了 张老板 你怎么来我家呢 铁头哥哥 人家昨天在家里做饭 一不小心把房子点着了 现在没有住的地方了 张老板 你人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店铺只能重新装修了 人家现在没地方去 只能叨扰你了 哥 这不方便吧 你这里还有一间空房子 人家已经收拾好了 以后岂不是要 姑娘寡女共处遗失了 已经单身三年了 我怕自己忍不住了 那张老板 店都要过长时间 可以装修好 很快的了 你不会把持不住喜欢上我吧 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啊 要说把持不住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张老板 哪次去你这名品店 不被挑衅 太撩人了 太撩人了 什么味道 哎呀 糊了 糊了 张老板 先吃点桃子吧 以后这饭还是我来做的好 人家就是看你不在家 想帮你做点好吃的吗 铁头哥哥 以后你就叫我鸭尔呗 张老板太生疏了 那我就教你语言吧 兄弟 你听说云苍松了吗 听说了 开夜这天两个仙人 直接被他们宗门的两个小孩灭掉了 恐怖 太恐怖了 你知道云苍松 有一封一黄镇守吗 什么云苍松 这你都不知道 新开的宗门 一奉一黄镇守 开宗当天来了八个仙人 他宗门的神兽就一个喷嚏 你猜怎么了 怎么了 一夕的时间 八个顶级虚伪的仙人宣报了 魂飞烟灭 那场景可撞关了 那这个云苍松岂不是赶上雷鸣阁了 雷鸣阁 雷鸣阁的老祖雷仙人开宗那天也去了 像孙子一样 你的意思是我们松鼓大陆要平天了 可不嘛 对了 听说他们正在扩充招手有实力的弟子 我们去试试 真的 快走 哥哥 你听说云苍松了吗 听说了 现在万念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人说一个仙人团队 直接被抹杀了 我也听说了 不过我感觉有点悬 哥 我去打探一下 一定要小心 看到云苍松的人 千万要一礼相待 我也去 不行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让我去吗 让我去吗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桃子 你让我去 我就把它送给你 系统 什么事情 恭喜宿主任务完成 顿务三次奖励已发放成功 我 东文已经挤进前五了 木逢云他们太给力了 对了 东文叫什么来 先不想这些了 等我多做点好吃的好好感谢一下他们 对了系统 奖励的顿务怎么用 只需心中默念 即可随时使用 系统还有什么事情 系统即将升级为终极模式 如果需要请点击确认 届时奖励将会改变 从简单的食物奖励增加了宿主的修为奖励 确认 确认 我确认 我确认 升级 升级 系统升级已经完成 是否确认使用 太好了 系统 你终于升级完成了 你先和我说说这个中级系统都有什么好处 系统此次升级对比以往版本 增加了修为属性 宿主确认后即可拥有修为 任务由触发模式变更为攻略模式 我终于有修为了 系统 什么是攻略模式 攻略模式下 宿主可通过传送进入不同的地域 根据系统要求完成任务 任务难度逐一递增 任务完成后可获得境界提升和物品奖励 成功完成99个关卡后 宿主即进入无敌状态 傲视天下 是否确认进入终极模式 确定 我确定 终极模式登入成功 宿主出使修为式结单一层 二狗 你给我等着 关卡已经开启 宿主选择是否进入闯关 铁头哥哥 你在干什么呢 系统先少等一下 语言又甚了是惊了 你过来帮人家看看 我新买的布都漂不漂亮 我去找王大神有点事情 顺便去买点菜 我先走了 铁头 这么多年没有在一起了 我都快忘记你的味道和温度了 哥哥哥 云仓中还有多远 很快就到了 就在前面那座山上 哇 哥哥哥哥 快看 地下有个小老虎好可爱啊 妹妹 别乱走 妹妹 别乱走 这 妹妹 哥哥哥快看 啊 鲜兽 不要怕 不要怕 它就是一只虎形的小猫咪 很乖巧的 你们两个 不该说的不要说 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记住 我现在是只猫 不许和我的主人 也就是你眼前的这位提起此事 不知前辈在此 我兄妹俩如有得罪还请见谅 本们又叫我前辈 就当我没听见吧 你们是外乡人吧 是的 前辈 过来游玩吧 走 前面正好有个集市 可以去逛一下 此时三人来到了镇上的集市中 街道上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铁头看到眼前的景象 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在另一个世界 小时候经常跟着家人 去集里外赶集 如今重温一遍 顿时小时候的回忆 一幕幕地涌上心头 不免唏嘘一番 哥哥 你看那边 嗯 算命小谈 当今修仙界内 算命补卦是一种下三烂行业 修士敢于天地搏命 行逆天之士 自然不会相信所谓命理一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句话是每个修士的治理名言 嗯 算命的 走 过去看看 前辈 你相信这个 哈哈哈哈 过去探讨一番 自打从系统那里学会了算命补卦 我还从来不曾着认识过呢 此卦象 名曰飞龙在天 意思是龙飞九天 飞黄腾达 你儿子之后 并能成为朝廷议员大官 你老就在家享福吧 真的吗 一枚铜钱 算尽天下万事 一根竹签 看透人生百态 在算怪一道上 自认第二 整个松古大陆 没人敢称第一 先生 多少钱 不多 一两银子 啊 这么多 怎么了 老夫算出你儿子的未来 已经是泄露天机 终于一两银子已经是人之一净了 你不给也罢 我这就联系上之神灵 抹去你儿子未来机缘 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这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哥哥 让我去教训教训他 哼 姑娘不要动不动 就去达人 既然他能算怪 那我们也可以 只要咱们的挂箱准 而他的挂箱不准 你觉得这些百姓 还会相信他吗 可我们不会啊 我会 胡乃牛街头 先去松古大陆休闲 旺刀有点赞管转 算怪咯 算怪咯 不准不要钱 这里有算怪的 都过来看看啦 不准不要钱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这小伙子哪来的 谁都可以算怪 我也不知道 咱就当看热闹了 众人面面相觑 你一言我一语 却没有一个人 有勇气往前有 哼 一个绿毛小儿 竟敢在老夫面前 搬门弄 真是不自量力 各位父老乡亲 此人竟敢说不准不要钱 你们大可放心一事 反正不花钱 就当听了乐泽 你们说是不是 哦 对呀 反正不准不要钱 我先去试试 你先帮我算算吧 我家的黄狗丢了好几天了 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没问题 说吧 铁头在地下 拿起一只树枝 紧接着掰成几节 随手一扔 一瞬间 天空赫然出现一张八卦图 发出耀眼光芒 照射着整个小镇 那遮天蔽日的八卦图 那玄之又玄的神秘气息 一切的一切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眼前的这位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然而天空中的这一幕 普通凡人是看不见的 包括此时的铁头 只要我认真想着挂里 脑子里就会得到答案 这是我第一次对外尝试 也不知道准不准 千万别丢人哪 找到的 在后山有一个水滩 你家大黄狗就在哪里了 真怎么 不幸可以去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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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到什么呢 就算看到了什么也不许说 否则 啊 先 牵手 我 我不说 身为一名卦师 他知道唯有最顶级 且参透天地真理的卦师 才能召唤出仙天八卦图 哦 记住此时钥匙传出去 你的小命不保 可懂 现在马上滚 永远不许再在这个小镇出现 小白 下来 怎么能这样 宿主如果再不接受任务 冰冰短一半 系统算你狠 各位 我还有词事要处理 就先回去了 好的前辈 我不是圣的前辈 就是一叶凡人 对了 你们认识 不认识牧风云 嗯 前辈 我们认识 这次路过这里 就是为了去云苍宗 拜会牧宗主 怪不得叫我前辈呢 只要认识牧风云 得斗着刁腰 我和牧风云挺熟悉的 等下次见面 我也和他提提你们 有什么事情互帮互助 对了 斗一点了 我还不知道 你们兄妹叫什么名字呢 晚辈 真扣门 晚辈 真下流 好的 什么 真扣门 真下流 小垃圾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大佬 主人在后面 帮我平靡一下 我又要突破了 你挺幸福啊 主人走到哪里 都会带上你 天天可以得到 主人的机缘 是啊 小垃圾 千万不要让我 把羡慕改为嫉妒 大佬帮忙 我快压不住了 好了 放心突破吧 有我们再不会波及四周的 小垃圾 记住你现在这种境界 如果在凡界随意突破 会逆改天象 仙界绝对会注意到的 我们现在是隐形 陪伴主人 不要因为你 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大佬 我明记 一定不会的 小白 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以后不许这样 是不是饿了 一会儿给你好吃的 嗯 语言怎么不在家 语言不会是店铺装修好了 搬回去了吧 怎么感觉拱唠唠的 系统 你说任务吧 加入清北学府 限时三十天 奖励大境界提升 系统 清北学府在哪里 假如需要什么条件 接受任务后 系统会自动设定 对应传送点 宿主随时可以打开传送 至于加入条件 请宿主自行摸索 我先手势一下吧 最起码要拿一把 撑手的兵器吧 可撑点就可撑点吧 工笔没有好 等下次温稳木防晕 能不能借给我一把 帅气的兵器 菜刀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 把歌诚用到你的身上 能不能比舒服 活在一分钟 铁头哥哥 你去哪里了 你不在家 我自己也无聊 就去往沈家串门了 铁头哥哥 你怎么拿着菜刀啊 我要除去办点事情 想拿个兵器 可惜家里只有他了 这样啊 铁头哥哥你等等 给 铁头哥哥 你看这个行吗 铁头哥哥 铁头哥哥 这个帅 铁头哥 这把剑是不是很贵重 没有 没有 关键是我留着没什么用 联系到玄影仙尊了吗 铁铁头哥哥 并报原魔仙帝 至今没有联系到玄影仙尊 也许是通信宝贝受损 我最近总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像是有事要发生 你 去把玄影仙尊的命牌拿过来 看一下上面的气息是否正常 遵命 不好了不好了 玄影仙尊的命牌 命牌 命牌怎么了 快说 玄影仙尊的命牌碎了 包括他随从的命牌也已经碎了 什么 一定是九阳仙帝也知道了金玉谷的下落 好一个九阳仙帝啊 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金玉谷 我是在闭格 传我命令 密切监视九阳仙帝的行踪 宗门骨干非必要不得出功 谁在 这是哪里 这位道友 请问一下这是哪里 秦北学夫怎么走 你是第一次来吧 这里是宋武大陆的最新年 系处王国 系统你听你啊 这个传送功能是不是叫取经系统 直接把我从东面传送的最新年了 那请问秦北学夫在什么位置 你也是过来要假如秦北学夫的吗 第一批考核杠结束 两日后还有第二批 能够进入秦北学夫秀链 无疑会更有几回成为绝世强者 只可惜难 太难了 看前辈的路口 右转最大的建筑就是了 道友祝你好运 那假如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你去了就知道了 多谢 多谢 还有两天 我先在这里逛一下吧 父亲 您回来了 恩 父亲 您的修为怎么提升了这么多 遇到了一些机缘 这些与生木交去藏宝阁好生保管 还有 传我命令 雷铭阁级下属所有门店 如玉云苍宗的人必须以礼相待 尤其是一位绿色头发的高人前辈 必须以雷铭阁最高礼仪对待 同时马上向我汇报 谁要是出现披露 交于刑部重罚 尽命父亲 还有 清北学院六年一度的考核已经开始了 不知此届我们雷铭阁派谁前华 诸可关系到我们雷铭阁的将来 现在国超何博掌的天赋最高 就让他们兄弟去 小妹妹 去哪里 用不用哥哥陪你 流氓 看到前面那只小白虎了吗 这个要是带回去 我六阿妹一定喜欢 少爷 我明白了 小子 说你呢 你这只小白虎我们大用少爷看好了 两块零食够不够 我家少爷最不喜欢听 不 这个字了 道友 小白已陪伴我夺日 感情深厚 实在不能格爱 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家大用少爷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区区一个解单一重天的修饰 得罪我家少爷 可没你好果子吃 血话一出 杀气弥漫 此时的铁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般情况 林奶奶的 小白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交给这些坏人的 只是我从来没有和修士打过架 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 他们可是两个人的 这剑应该是刺还是皮啊 我伟大的主人啊 主母给的剑可是神器啊 虽然不如菜刀利 但是就算是剑气扫过 眼前的这两位也得缺胳膊断腿啊 二位兄台 刚才的事情我看得一清二楚 俗话说得好 君子不夺人所爱 闭嘴 是不是要多管闲事 赶快我少爷的好事 是不是找死 如果我说 我是丹青阁的人呢 少爷 这个丹青阁是整个松鼓大陆最大的炼丹文派 和我们吴家有很重要的经济往来 如果得罪了 主上肯定会怪罪下来 哼 饺子别让我再看到你 我们走 看来我是没有机会出手了 这个吴大用这次可把路走窄了 小白 等没人的时候你先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记住一定要让他换条裤子 好的 罢了 这位道友客气了 我们丹青阁虽是以炼丹为主 做一些救死扶伤的丹药 但除恶扬善也是我们丹青阁的宗旨之一 丹青阁 我记住了 对了 我心流 明贴头 忘记问到有名号了 叫我王炸就可以了 王炸 哈哈 这个名字好 据清北学院招生还有两天 不知刘兄有什么打算 刘兄但说无妨 我这次出来 神上一点零食也没有带 不知有什么地方可以赚到零食 这样啊 先给你这些你先用着 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我还是想自己赚取一些 用了你的我那什么环呢 家里也没有零食 平时换取的那点零食还不够 我买搭你的 这样吧 我们去后面的妖兽山脉历练一下 要是遇到结单六重天以下的妖兽 直接斩杀 尸体可以拿到这里的聚宝汤换取零食 哦 好 就这样盯了 开炮 大帅 已经 已经没有炮弹了 你奶奶的 今天先放过你们 击鼓 撤兵 乖孙子啊 乖孙子 你在哪里啊 为什么一个梦也拖不过去啊 王将军何在 属下在 快去张判官那里 把我的托孟线升级到加强版VIP 快去 遵命 先去库房带足钱 一定要带足钱 刘兄你没事吧 没事 不知谁在想我了 嘿嘿 刘兄 这里就是妖兽山脉了 进去后遇到结单五重天以上的妖兽我做主攻 反正你可以尝试历练一下 记住一旦遇到猿鹰级的妖兽 我们直接跑 不过这是外围 应该不会遇到那个级别的妖兽 好的 结单五重天 刘兄 这个尸体你收一下 我们继续前行 王兄多谢了 结单二十天 刘兄你练练手 小白 我们上 我还想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咋样来 怎么跑了 系统说过 虽然我只有结单一重钱 但是拥有五线灵器 也就是说可以持续输出 总感觉我能越结战斗 打个结单巅峰的应该没问题吧 这头妖兽灵智比较高 应该是看到我是结单六重天直接跑了 大佬是不是我的虎威有些泄露了 特别刚才发起攻击的时候 就是你隐藏得不够好 再傻的妖兽看到你这种存在也得跑 你看那妖兽逃跑的路上 还有液体粘在地面 铁头和王炸 正沉浸在抓住一堆妖兽的喜悦中 就在这时一头是雪狼人突然出现 铁头依然对修为等级没有任何概念 听到王炸的吼叫 误以为是让他练手 小白 我们一起上 李奶奶的别过来 快跑 六兄大要跑 大要跑 我们追 哎呀我的天啊 李奶奶的 乱了 全乱了 元鹰一重天的妖兽在前面跑 结单一重天的修士在后面追 这都什么跟什么 不干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农村 我要回农村 王兄 刚才那只是雪狼人跑的真快 你看看他那皮毛多好 都能做个大仪了 你看就能吃不少零食 可惜了 可惜了 我太难了 皇兄 皇兄 你没事吧 啊 刘兄 我们回去吧 以后我们想赚零食换种方法吧 那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就去宝堂把刚才赶获的瑶兽埋了吧 等下次我自己来吧 你来了也没用 看到瑶兽跑了也不知道追 老板在吗 来了 我是聚宝堂的掌柜刘爽 不知客人需要点什么 我这里有些耽误通天的妖兽尸体 不知你们熟不熟 你要卖妖兽啊 那可以拿出来看看 我保管给你们一个好价钱 这人 绿色头发 年纪二十五六岁 客观 您先等一下 我去去就回 王兄 这是珍贵店铺吗 怎么这个整会直接跑的 我也不清楚 等一下吧 王航主 王航主 绿毛 绿毛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此时刘爽向堂主王云海 仔细地描述着铁头的样貌 是的 聚宝堂正是雷明格旗下的产业 就在前不久 雷明格老祖雷千任发布严令 如果遇到云仓中的人 更甚至遇到铁头 必须以雷明格最高利益对待 可见这些人 在雷千任面前的分量有多重 这事关重大 我马上联系雷格老 只要讨好这人 到时候他在雷格老那里美言几句 那我就有的是今生的机会 什么事 说 雷格老 云仓宗的人出现在我这里了 而且是您说的那位前辈 什么 聚宝堂在大陆最西面 前辈怎么会去哪里 那人看起来年纪多少 长相如何 妻智如何 看起来二十五六岁 长相英俊 妻智文雅颇俗而且很随和 错不了 错不了 前辈真的去西楚了 此人必须好生对待 要是有任何怠慢的地方 那后果不是你们能承担得了的 如果能让他满意 日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可懂 你没得罪他吧 没有 那位在哪里 快走 前面带路 大家帮忙给铁头点亮小心心 让铁头更有动力加快 金玉虎 我怎么感知到金玉虎的气息在凡间出现了 来人 去拿金玉虎的命牌 遵命 金玉虎命牌上的黑气居然消失了 是哪位大能帮助了你 你为什么会在凡间 出生入死八百年了 我这就下去找你 我这就下去找你 见过前辈 前辈大驾光临 在下没有亲自迎接 真是失敬失敬 铁头听到前辈二字彻底的蒙了 他这次没有怀疑眼前的修炼者 而是严重的怀疑起自己 感觉自己就是个bug一样的存在 虽然真的很弱 但是在一部分修炼者眼里 就是一种强大的存在 而一旁的王炸顿时如遭雷击 和自己相处两日的兄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存在 竟然让堂堂的聚宝堂堂主 称呼为前辈 难道刚才在妖兽山出现的离奇事件 并非偶然 不对啊 刘兄他为什么隐藏修为 为了逗我开心吗 这都是什么逻辑 你们太客气了 我来这里只是有事要办而已 前辈请说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我能做到 一定在所不辞 王堂主 你看这个妖兽值多少钱 前辈 咱能不能别闹 你是我们雷阁老都尊敬的人 过来就为了卖这个妖兽尸体 要是缺零食 你把我们库房搬走 我也不敢滋生啊 不对 一定不对 像这种大能一定另有深意 王堂主 前 前辈 您斩获的这个妖兽绝非反癖了 从身上那根黑毛可以看出 它绝对是稀有中的稀有 价值不菲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品种 先给前辈您一千零食 然后我们留个传音牌 一旦不止这个价格 我再给前辈送过去 您看行吗 聚宝堂的堂主就是不一样 价值二十零食的东西在你嘴里成了无价之宝 这拍马屁的能力 你是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那感情好 一千零食就够了 如果再多了就送给你了 这关是不是过去了 我还真挺佩服自己的应变能力的 你说的都是真的 前辈如此高人 他做的事情必定没有那么简单 也许不是在考验你们 而是在考验我 不过前辈走时还亲口感谢了你们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这次事情办得我很满意 晋升之事 指日可待 还有在你身边的刘爽 倒是一起赏了 王熊 给 这是五百零食 我们一人一半 刘兄 哦不 刘前辈 我不要 他们叫什么随便 但是你不要教我前辈 我们是兄弟 来 这五百零食你拿着 谢谢刘兄 谢神啊 本来这个瑶兽就是你打的 明天就是清北学府测试的日子了 我要先回去一趟 我们命天见 去买点好东西 回家看看语言吧 记得帮忙点赞哦 在这个强者威风的修仙世界 总会有自带系统穿越 比如他 搞错了 再来 铁头得知自己穿越 并自带系统彻底 曾经也许下了豪言状 先知别有好事 有我脱动愿有缠 然而现实却给他当头一半 对啊 检测到副主没有灵根 不能修炼 系统这次是什么任务 帮助二狗家长平大黄狗 限期三天 奖励锄透一把 惩罚盗力系统 哎呦我去 系统 能不能找到狗我不知道 你是真的狗啊 三年了 不让我修炼不说 还总给我这些奇葩的任务 是的 转瞬间铁头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三年了 在这三年里 系统给出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任务 而奖励也仅限于一些五花八门的日用品 虽然铁头没有半点修炼 可身边的修炼者却对他毕恭毕敬 恭喜前辈 各位 我真的只是一夜凡人 可就在三天前 所有的一切随着系统的一个提示 彻底改变 其后升级成功 宿主从今日起即可拥有修为 等级 结单一重天 此后每完成一次任务 宿主将获得一个大境界提升的奖励 99个任务完成后 宿主将一夜无敌 独步天下 此次入日要求 宿主前往西楚王国 并成功加入清北学府 清北学府位于松古大陆最西面的西楚王国 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修仙学府 每隔六年 清北学府就会对外招收一批地 各大门派 家族都会派天赋最高的地 前来报名三年 因为一旦加了 品极的宗师就会自己修炼 各种攻防一级任务挑选 你所带的门派家族 也会因你的崛起 日宿主 今天是清北学府第二场收徒的日子 前来拜师学义的 依旧是人山人海 络绎不绝 道友 请问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清北学府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劝你还是回家放流吧 练什么练 大家都安静一下 欢迎大家参加清北学府六年一度的招生讨核 我是负责此次讨核的街银长老 这一届也不知能不能选出天赋异禀的奇才或者仙苗 罢了 罢了 一切虽缘罢 我们清北学府唯一的讨核项目只有一条 那就是敲响乾坤中 话音刚落 接应长老大手一挥 紧接着广场的最中央出现了一口大钟 大家排好队 但凡谁能引起乾坤中共鸣 便可以正式加入我清北学府 此时 排在前面的一名男子 直接把手放在了乾坤中上 然而下一秒 这个人被大钟弹推到台阶下 大家不要担心 即使被乾坤中弹出 也不会对各位造成任何伤害 此时乾坤中面前的小伙 满脸的激动和兴奋 感觉自己都要飘起来了 一声钟响 可加入清北学府 做我们的外门弟子 长老 这钟声都响了 就只能加入外门弟子吗 这里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一声钟响镇院吧 可加入我外门弟子 二声钟响啤沟河 可加入我内门弟子 三声钟响炸东海 即可成为我真传弟子 四声钟响汉三界 即可成为我长老弟子 五声钟响天地开 即为我太上长老亲传弟子 六声钟响万五位 乃是我学虎圣子 至于钟响七八九生 已是万年卫险 倘若出现 将力封我学院神子 介绍完后 接引长老环是众人 脸色阴沉暗自摇头 这个职位 他也是做了多件 其实凭他一双慧眼 根本不需要乾坤中测试 便足以看清每个人的天赋 当然他也看到了铁头 竟然一介不如一介 难道松鼓大陆真的要就此没落 如此自治平平的人也来测试 真是悲哀 悲哀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 广场的人越来越少 铁头也对此次考核的难度感到震惊 十几万的测试人员 能敲响乾坤中的也仅有百余人 而这些人当中 响声最多的也仅有三响 终于轮到我了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敲响 当铁头处碰到中体的一刹那 脑海中闪现出一篇金色的文字 仿佛在演化着世间万物 阐述这乾坤大道 我懂了 邀想桥想乾坤中 就得读懂这些紧色的文字 哦 系统 系统能不能给点提示 你是不是忘记上次的任务奖励了 顿时铁头仿佛进入一个狭妙的世界 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 仿佛所有的金色文字 都化为一个个符号 进入他的脑海之中 此时广场上还没来得及测试的学子 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高台上的接引长老看到铁头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此等班子也能敲响乾坤中 罢了 罢了 刚才上去的那个小子不是解单一层吗 是啊 他竟然让乾坤中 钟响两声 这样就可以加入那门弟子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羡慕极度恨啊 此时的铁头 依然沉浸在顿路乾坤中 带来的寻妙世界中 他却不知道 广场上早已因为这三声钟响了废腾 嗯 是四声钟响了吗 把摩去掉 自信点 你没听错 刘兄 是刘兄 你隐藏的可太深了 你认识他 怎么会这样 我竟然看不出此次有何等天赋 来人 快去查 此次叫什么 来自哪里 属于哪个宗派 越详细越好 快去 雷格老 千真万确 乾坤中已经钟响五声了 不对 什么不对 雷格老 刚才又响了一声 已经是第六声了 详细和我说一下此人的样貌 哎呦 活速调查此人归属哪方势力 七声了 是啊 千年没有出现了 走 去迎接神子 走 看来我该出关了 乾坤中 此人竟让乾坤中中响九声 中响九声 神子力 此时的街银长老望着眼前的铁头 激动的老脸颤抖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真没想到 在我有声之年能听到乾坤中九声响 此时定能载入我清北史记 就声响 神子力 是啊 我清北学府终于出神子了 这个徒弟我熟了 别动我徒弟的念头 我毕生所学 可是整个松鼓大陆的 就你那点东西 不配侵传神子 原来是前辈 前辈能始终响九声 也不奇特 可前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喂老哥 有何事 清北学府的乾坤中响的九声 你听说了吧 这是手下已经和我说了 不知是哪位他能有如此造化 是前辈 前辈 就声响神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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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 你是说我让乾坤中中将九声哩 那我是不是已经加入清北学府了 是 你现在已是我们清北学府的神子 并且拥有无上的权力 学府内所有长老的工坊 任你挑选 不妨我陪神子一起去大殿 详细给你介绍一下 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可不想跟着一堆老头学习 先不拒了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过来学习 还有 我这神子有什么好处 神子乃万年难遇其才 立位后 立位与凌驾于我清北学府院长之上 学府内所有资源任由调遣 当然学习时间也可自行安排 都有哪位长老 我也可以跟你学吗 包括我及眼前的这几位长老 还有一些长老正在大殿等候神子 你会什么功法 我主修五行秘典 天地五行相生相克 可境可防 功无不克 拿出来吧 什么 把功法拿出来 我自己显看看 还有这位长老 我主修九龙鞭法 可寄神龙之力 不出则已 移出惊人 你给我显看看 什么 这个我不要 别把我下面连位了 显就这些吧 杰银长老 你这口中挺不错 此乾坤中乃是尚古神器 即便把诸天万界所有兵器排名 此中也足以名列前三 我要是把这口中带回去 让沐风云放在云藏总里 是不是逼个满满 有便宜不占就是网八蛋 恩恩 这口大中和我永远 我就先带走 看看能不能再顿悟一声 来个十全十美 这 等有时间我再来 先走了 等使得乾坤中中响九声 也算是乾坤中认主之力 罢了罢了 后面的都排好队 你们不用乾坤中测试 过来我亲自筛选 系统可以出来了 恭喜宿主任务已经完成 奖励大境界提升 这就提升了 怎么感觉和别人不太一样 宿主是否直接开启下一任务 先不开启 我要回家看看语言 走 小白 我们回家 小白 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是九阳先帝 请怀念和先帝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先回去吧 先帝一定会找来的 届时在主人的院子里再相聚吧 没错 就是金玉湖 你究竟是得到了什么机缘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续突破数个大境界 原来在这里 就是这里了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 能让金玉湖甘心跟随 鲍爷 鲍爷息怒 鲍爷息怒 这是我以前的主人九阳先帝 你们聊吧 别让主人发现了 主人 这都是何等大能的存在 竟然都喊那个人为主人 主人 外面来人了 一会前辈能出来 我们稍后叙旧 院子里的这些存在 你先全当不知 牧宗主 我们正要贸然来向前辈讨要功法 会不会让前辈觉得我们太贪婪了 没办法 宗门弟子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的功法有限 只能来向前辈求助 向前辈这种大能 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牧宗主 你看 我看到了 这人的气息好强啊 怎么跪在这里呢 前辈在家吗 牧风云前来求见 当时看到那瑶兽 一身皮毛广化亮丽 绝对能做一件好的皮大衣 我直接拔剑就冲 没想那瑶兽看到我后 撒腿就跑 前辈在家吗 牧风云前来求见 稍等我再和你说 牧风云腾来了 刚好我把大衣给他们 总能或许能用得上 这门槛怎么又蒙倒了一个 百天一定把他拆了 啊 此人虽只有原因一层修为 可他走过之处 整个院子 买着整个世界的大道气息 为他环绕 这位老哥你没事吧 这个门槛我一定拆掉 你乖起来吧 刚就阳见过前辈 你们这些修炼者真怪 都喊我前辈 还都能被一个破门槛搬倒 对了你怎么来我家呢 前辈 这次前来拜访 主要因为金玉虎 金玉虎 你是说小白 少等你下午我们再聊 牧宗主你们进来吧 你们认识吗 前辈 我们并不相识 那一定就是视觉霸子了 要么不可能见 我就叫前辈 牧宗主你来得正好 我这有一口钱鲲 牧宗主 你可以拿回去 说不定对宗文发展有所帮助 乾坤忠 现在外面正在疯传 乾坤忠已经被忠祥九生的神子 带走了 难道这人就是前辈 佩服 实在是佩服 这么厉害的上古神器 前辈随手就赠予我们 真是大手笔啊 以后必要牢牢 抱紧前辈的大腿 牧宗主 剥谢前辈 云苍宗辉煌指日可待 乾坤忠 原来前辈就是 静北薛府刚立的神子 铁头哥哥 有客人来了吗 让大家尽无聊吧 我去准备茶水 太恐怖了 大佬就是大佬 几杯茶水 都能让我受以为浅 牧宗主 这位的气息好强啊 感觉比那一封一黄还要强 是的 确实太强了 你们不用猜了 我叫张九阳 再心气人人 称我为九阳先帝 九 九 九阳 先 先 先帝 先 先 先帝 完备故宫也见过前辈 不必客气 我们刚刚在前辈那里认识 也都和前辈有些关系 要是不介意 以后我喊你们一声老弟 你们喊我一声老哥 如何 老哥 大发了 这次真大发了 我们竟然可以喊先帝为老哥 只要和前辈这种大能有关系的 我都要以礼相待 以后二位飞升仙戒 如果不嫌起来找我 有我在 保你们可以在仙戒混得风生水起 也不知我们什么时间 可以突破到仙音镜 飞升仙戒 有前辈之点 肯定用不了多久 这次前辈赠予你们乾坤忠 也正说明前辈的用意 老哥有所不知 这次我们去讨扰前辈 正是因为宗门扩充较快 功法紧缺 没想前辈却赠予了乾坤忠 也不知前辈有何用意 乾坤忠乃是大地神兵 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 当乾坤忠被联想九生后 即可暴露万象 届时只要首服中体 信物二年 说完功法任由挑选 且乾坤忠也可根据 服中人的体制潜能 推荐最适合的功法修炼 原来如此 前辈就是前辈 能赐下如此机缘 云苍松的辉煌 指日可待 老哥 前面不远就是我们云苍松 可否到宗门小气一下 这次我是因金玉虎而来 有点仓促 我先回先进安排一下 他日一定去宗门拜访老弟 好的老哥 我们他日再见 沐宗主 刚才那个真的是贤弟 应该没错 我的天啊 如果真的是先帝 在前辈院的钱贵了 那前辈到底是 何种级别的存在啊 看来我们真的是 抱上了一条好大腿 走 回宗门启用乾坤忠 小垃圾 你去吧 主人他们在屋里聊天 应该不会发现的 谢谢大佬 主人 你怎么出来了 对不起主人 我被原魔先帝 那个坏蛋所害入母 是前辈把我搭救 直到现在 果然是原魔先帝 主人 我进一步跟随你 已经千年 早已将您视为亲生父母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就留在这里吧 主人 你听我的 第一 在这里你所得到的 机缘非比寻常 再一个 像前辈这种拥有 大道之体者 道心通彻 没有拼请可言 积累够了 直接突破 现在却隐居于此 如果不是只为修心 一定是另有深意 或许是在不一场 关乎一万生灵的棋局 不断你要扶走前辈 就连我或许也是一枚棋子 主人 我懂了 过些时日 我们还会相见的 不错 是个好苗子 语言 你在说认吗 铁头哥哥 我再请大家帮忙点赞呢 记得帮忙点赞 我经常给移入 项目 I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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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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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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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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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菜刀仅仅是一把前辈用来做饭的菜刀 那前辈到底有多强 怎么会这样 两个手下全部陨落 是谁在先界不局 到底有什么秘密 两个老东西给你们一次活着的机会 露出这段时间的记忆 别说你们不会 两位老者听着这冷到极致的话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有股寒气气入了身体一样 使得他们身子一抖 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头顶触向他们压来 给你们三些时间 这种感觉他从未感受过 好像下一刻他就要死亡一般 这一刻二人不敢再犹豫 同时开始删除自己的记忆 与此同时二人的神智开始变得迷糊 老东西 你什么时间来我这里了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 总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似的 怎么办 主母还没有回来 是啊 主人都快到门口了 小垃圾 一会你负责把主人扑倒 拖延时间 大佬 不会吧 你这是切刀杀人 太刀 刚才你的动作真帅 一般一般了 对了 主母还没有回来吗 时间刚刚好 有什么事 这么着急 刚才回去查了一下 我们的记忆竟然被清除了一段 而且 我的两名得利手下去了仙界 竟然不知所踪 竟有这事 现在我可以肯定 被删除的记忆和这件事情有关 最主要的是 这两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能逼迫我们自己删除记忆 有这个能力的只有他了 你是说 薛黄神帝 薛果茶 神界之主 正是薛黄神帝 其名为薛果茶 百万年纪 他凭一己之力 一致的 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努力 无人撼动的反省 然而就在其中间 三界之间发生了一层 从那以后薛黄应许 相谈他就此一关修行 难道薛黄神帝出关了 这样吧 我在派仙人手 下仙界打探一下 应该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妥 上次的起因就是贸然派人前往仙界 不如我们直接去找薛黄神帝 如果神帝已经出关 那就印证了我们的猜想 薛黄神帝所在的位置 正是超脱这三界之上的神皇居 这里机器安静 景色优美 空气中布满了芳香 二位怎么有空来神皇居 不知有何贵干 我们有事情找薛黄神帝 神帝刚出关 正在巩固实力 而等不边打扰 真出关了 看来这是一事十有八九 神帝还真够厉害的 随意就可以删除别人的记忆 今天我们来就是要讨个说法 话音刚落 所有空间顿时扭曲 极为恐怖的气息顿然出现 下一秒 一双巨大的眼皮出现在空中 你们说什么 记忆被删除了 大道之音更是徘徊在上空 直击星魂 是薛黄神帝的声音 这是突破到了什么境界 仅仅声音就暴罗了天地之力 说 给我详细的说 别挑战我的耐心 一定是你 已经青年了 你在哪里 现在好吗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一切就到没有发生 全部给我拦在动作 谁又是敢传出去 我让你们和你们所有族人 从神界相识 可懂 铁头哥哥 你怎么了 最近行李总是感觉有事 总感觉你们有事瞒着我 铁头哥哥你多想了 如果说隐瞒 那就是我喜欢你 好吧 我去做饭了 系统出来 系统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猜 我猜你个头啊 算了 这次任务是什么 前往北千黄国 并加入丹青阁 任务奖励 大境界提升 惩罚 JJ减半 完成附加任务 奖励神秘大礼包一份 什么附加任务 保密 你奶奶的 希望这天来的不要太快 木宗主 一看是真寇闷他们的孙妹 真老弟 你们二位这时 这时还要感谢木宗主 从贵宗门出来后 我们就见到了前辈 随后真寇闷 把如何见到这孩子 救活 如何见到前辈 都详细地说了说了 前辈就是前辈 我们兄妹仅仅是在前辈家 喝了些茶水 吃了顿晚饭 实力就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为了巩固 我们已经在这里三天了 恭喜恭喜 看来你们兄妹也是 被前辈看好之人 否则不会给如此大机缘 是啊 是啊 这也得多谢木宗主的指引 不知木宗主这是要去哪里 我们正要去前辈家一趟 最近宗门发展迅速 我们想要继续扩充 来听一下前辈的意见 有前辈这种大能 想不昌盛都不行 前辈在家吗 木宗主前来求见 我相公不在家 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吧 相公 前辈 你们的前辈出去了 有什么事吗 太恐怖了 是啊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修为 但是能感觉到 他强得离谱至极 只需一个念头 我们定会灰飞烟灭 钱 前辈 我们打算扩充宗门 想过来听取以下一件 放手去做吧 不用担心 好的前辈 记住 以后不要叫我前辈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 特别是在那位面前 可懂 懂 我们懂 二位在这里稍等一下 我这里有一些桃子拿回去 你们会喜欢的 这 多谢前辈赐下机缘 就是这里了 兄弟 兄弟我有件事想打定一下 哼 我是女的 你才是兄弟 你们全家都是兄弟 你们祖宗四八代都是兄弟 对 对不起 我刚才看错了 我呸 我长得毛眉如花 你瞎了 我怎么打低胸 你的眼睛使用来揣起的 进来叫我兄弟 那个梅女 你消消气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刚才讲我什么 梅女 你没有见了 阎光不丑 不丑 哈哈 你刚才想问什么 随便问 温小姐行情打号 我就想问问如何能加入丹青哥 这次啊 你来敲料 事后带亲的证号找所底子 你往前走不愿 又一个搞死 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多谢梅女 哈哈 其实我也不是很美啦 不过在这里有人还叫我仙女 你叫我仙女也行 以后在这里我什么事情可以过来找我 我是北前皇帝归王帝长长民族 好 好的 梅女 这样吧 不如我陪你一起去开一下高市 不用了梅女 我自己揪心 我先走了 再见梅女 这人我喜欢 原来加入丹青哥需要精选 而且必须二品丹石以上 关键是我也不会练丹了 这可怎么办 对了 去清北学府 那里的长老肯定会练丹 才有十日开始招收婢子 我找他们提点一下 应该能来得及 谁叫我这么痛 那 那个神子回来了 神子说什么了 带回乾坤中了吗 乾坤中没有带回来 但是 神子说 他说 说什么了 他说要学炼丹 都看我干什么 我们学院说起炼丹 你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你们笑什么 为什么这么猥琐 你忘记上次我们让神子把功法瓢走了 你的表情了 接音长老 我看你今来这么久也没出来 我就自己今来了 他们也没拦我 你都是我们清北学府的神子了 谁敢拦你 各位长老 上次走的丛王 还请见谅 我这次来 主要是详绪 找他 刘兄 还记得我吗 王兄 你我当然不会忘记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传上皮大衣了 听说你这次是来抢 哦不 听说你这次是来学炼丹的 我想加入丹青阁 可是丹青阁首徒需要等级 达到二品炼丹时 刘兄 你还是把我忘记了 我就是丹青阁的 那么王兄 可不可以给我眉眼几句 我怕考核不同过 得拒之门外 刘兄啊刘兄 你又在玩什么 一个在青北学府 使得乾坤中 忠祥九生的神子 一个聚宝堂堂主见面 叫前辈的人 要加入丹青阁学炼丹 而且还是来青北学府 学成后 再到丹青阁做弟子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好吧 我陪你玩 这尸尔包在我身上了 你还用担心不通过 就是我们宗主爷爷看到你 也得叫你一声爷 对了王兄 你也加入秦北学府呢 你让终生想了几声 你不会忘记 你走的时候 带走了乾坤中了吧 但我可忘不了 你走后长老们的表情 神子 你确定只要一天的时间 你就要实操 炼丹不正确 可是会炸炉的 就你那几本炼丹的制高宝典 我已经融会贯同了 放心吧 铁头聚到一个丹母前 生活暖 最后打出一个铁尿 炼丹长老 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 李奶奶的 你真的学会了吗 正常都是一株一株的灵药 投入丹炉烈化 你直接随手扔进去一把 你确定不是在煮菜 做大杂会 不错不错 还是我自装的炼丹方式好 这样同方不但更加快捷方便 还能让灵药的腰力流失的更少 我后差不多了吧 太上盖再闷一会吧 你这家伙现在就盖弹炉了 太难了 你这是要把炼丹房炸了吧 院长 有人要炸我们炼丹房 院长 你们先读一下 神经的这种操作基本上都会炸弩 而且炸的会特别厉害 神体现在要害什么 他要打开炼丹炉 不会吧 这才多久 就开始去打开丹炉了 这怎么有丹香 不会吧 炼丹成功了 两枚丹药 这怎么可能 神子随意的扔入女药就算了 还直接带上丹炉 不足十七时间 直接炼之出两枚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快看丹药品质 不是上等 是绝 绝等丹药 这个傻瓜炼丹能力觉醒的太快了吧 要不是我极力压制 你直接就把一品灵药 硬生生的炼出仙丹来 是不是太害人听闻了 看来往后我有的忙了 哎 炼丹长老 我的新方法怎么样 我将灵药一次性投入丹路 能省去一株一株炼化灵药的时间 这样就会让药力损耗极少 只不过我也没想到 能一下炼制出两枚丹药来 神子 这种炼丹方法在史册中有过记载 可这也仅仅是理论 至今没人能够到这一点 更别说一下炼制两枚极品丹药 因为这要将灵气和热量 炼化灵药的速度控制到极致 炼丹长老 我现在不但惊讶神子的炼丹手法 更是怀疑神子的真正身份 院长 炼丹长老 我可不可以再试一下 这个当然可以 我也看看能不能在神子这里学到一些皮毛 话音刚热 铁头继续刚才的步骤 生活暖炉 一次性的投入丹药 片刻间 熟悉的动作 熟悉的胃头 可当打开丹炉的一刹呢 众人彻底震惊了 院长 各位长老 你们刚才感受到了没有 那是仙丹的气息 我感受到了 可刹那间 那仙丹的气息就没有了 变成了二品血等丹药 如果我们都感受到了 那一定错不了 神子用二品灵药 化腐朽为神奇的炼制出来仙丹 可是为什么又变成了二品丹药 我知道了 这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神子并非凡人 他当时炼制的确实是仙丹 但为了不让我们惊吓到 直接以神奇的手段 把仙丹变成了二品丹药 从我和神子接触到现在 这所有的种种太过离奇 不简单 绝对不简单 铁头哥哥 有一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 什么事 你说吧 名品店已经休息的差不多了 我想明日搬回去住 在这里总是麻烦你也不好 不麻烦的 你就在这里安心的住吧 关键是名品店刚休息好 各种材料都是有味道的 你最好等过些时间 再回去比较好 唉 说心里话 在这里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 特别是睡觉的时候 一点温暖也没有 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了 原来你是要逼我什么 就这样说定了 我明天就收拾行李 语言 我这可是猛犹 真是在猛犹 还有你吗 这女人的房间就是不一样 好香了 这么好的身材 还好我是正人君子 应该是真的睡着了 只要明天语言看到我睡在她的床上 我想她就不会搬回名品店了吧 铁头哥哥 语言 你没睡呀 我在梦游 我在梦游 然而下一刻 语言突然一只白嫩的手 压在了铁头身上 此时铁头感受到了对方的温暖 鼻腔更是被一阵香味冲击着 这一刻铁头内心躁动了起来 铁头哥哥 你醒了 我突然不想回去住了 以后我就住在这里可以吗 这个是必须的 以后不用做名品生意了 我现在已经学会练单 这可是一个能发财致富的行业 对了铁头哥哥 我怎么记得 你说今天要去什么王国 现在已经快接近50了 完了 吃刀了 吃刀了 担心哥搞什么 这都快50了 是啊 到现在还不快开始考核 比原定的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谁教人是练单第一门派 等着吧 阁主怎么办 现在已经快50了 这个人还是没有爱 王长 一确定清北学府的神子 要来参加这次考核加入我们丹青阁 阁主 千真万全 神子亲口说的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等 这人不单单是神子 邻居宝堂堂主见面就叫前辈 不简单 绝对不简单 恭喜恭喜 好久不见了 雷老哥 虚老弟 什么风把二位吹来了 朋友 不知为何说恭喜 哈哈 大炮兄一直没有开始考核 是不是在等一个人 什么事也逃不过雷老弟的发言 事情是这样的 什么 推演天机 掌控一切 心地也只有下跪的份 这到底的多可怕的人才能如此 多谢雷老哥的提醒 既然前辈想演戏 我一定好好配合 大炮兄 前辈来了 模型部 本次考核正式开始 不会不会我们等这么久 就是因为他 错不了 就是这个小子 要不怎么他刚来就开始宣布考核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有什么能耐 能让王阁主推迟考核时间 糟了 我没意识到这一点 这该如何是好 这样直接暴露了我在等前辈 大炮兄 莫要惊慌 像前辈这种大能杉杉来持必有深意 你这种疏忽之举 让他此时受众人的敌对 我想应该在前辈的预料之中 或许这就是前辈迟来的目的 我刚来怎么感觉所有人都看我不顺眼 这位道友 讨和为什么现在刚开始 我还以为我迟到了呢 迟不迟到你心里没数吗 哼 这不是雷阁老何虚道吗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大炮兄 你看前辈再冲得你笑 他这是赞同你的做法 或许前辈迟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里的人敌对 既然这样 让我就帮帮前辈 多给他拉点仇恨 大家排好队 每四个人每一组进入单式开始考核 我们这次只招收一百人 练单的速度和品质 将是我们参考的标准 稍爷 你看刚才那人 等级还没有我高 再看他的穿着 十足的香巴佬 哼 小垃圾 有我在你逢想通过考核 走 我们过去 你 还有你 滚一边去 这里的威至我家烧夜妖了 这是六皇子 我们走 拿好这个 这是 这是火封珠 炼丹最重要的就是火候的控制 等这小子盖上丹炉盖 你就捏碎火封珠 到时候封住火王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注定炼丹失败 好来 稍爷 交给我吧 这次他要是还能炼成 我倒立吃香 都准备好了吧 现在开始 我这次直接炼制散品弹药吧 这样应该能直接通过考核 稍爷 这小子搞什么鬼 是啊 他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吧 怎么能将所有领药一下子都扔进丹炉 不会的吧 他一定是过来捣乱的 稍爷 这个火封珠还用不用了 你脑子让鱼踢了吗 用什么用 他要是能验出丹药 我倒立吃香 丹香 是丹香 我擦 炼制成功了 而且竟然是两枚丹药 果然是大能 王阁主 看一下我炼制的丹药品质吧 王阁主啊 王阁主 你一定经掉下巴了吧 三品决等丹药 前辈 你不是药庄吗 你这叫庄吗 你这样我怎么配合你啊 王阁主 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考核能通过吗 冰了 既然要装 我们就陪你装到底 这味道有 你的天赋还算不错 算你通过了吧 李奶奶奶的 我一下炼出两枚绝品弹药 你就这么淡定 我知道了 看你的眼神这么淡定 你一定是一个超级大佬 或许是身先转世 这种大佬奸得多了 像我这种奇特手法不惊讶也不足为怪 这个王大炮我一定搞好关系 万一给我一些好处呢 就这么丁了 一个字 舔他 大家都看看啊 这小子练丹作弊 这种粗劣手法 还能同时练剧两枚弹药 根本不可能 对啊对啊 李阁主偏袒作弊 这种手法要是能练剧出两枚弹药 他还能仅仅直说一句可以 还能面无表情 作弊 一定是联合作弊 肯定是作弊 记不记得李阁主 为了等这小子都拖延考核时间了 就是就是 这就是丹七哥自己安排的作效 听到这些话语 王大炮也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这种练丹手法 哪有不震惊的道理 可是在铁头面前 他能做的也只有装聋作业 你们议论这些只能说无知 第一 我没有作弊 更不可能联合作弊 第二 王阁主见多识广 也多次看过我炼丹 还需要真情吗 前辈啊前辈 我什么时候看过你炼丹 我知道了 看来前辈已经窥探到了我的动机 这是在变相地表扬我啊 那好 有本事当着我的面在炼制一炉 可敢 有什么不敢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炼丹 请 你过来用我的炼丹炉 而且我要亲眼看着 好 没问题 好了 你们看看吧 再感受一下稳度 这两枚是不是刚炼制出来的 绝品 还是两枚绝品丹药 这 这 你可以质疑我 但是你不该质疑王阁主 趁着这次机会 一定要和王阁主拉好关系 从前辈的画风里 我可以断定 这次前辈很开心 往后我得继续努力 徐明长老 你负责下面的考核 我和这位道友去后店 稍爷 这刀利吃想海作不作了 做你奶奶个螺圈腿 信不信我把你打成小子 系统提示 任务已经完成 宿主是否开启附加任务 王阁主 我有点失效 去去救回 系统你出来 本次任务宿主已经完成 是否开启附加任务 奖励 任选世界得必传送点一处 这个传送点是不是选哪里都可以 是的 好怀念地球的生活 那我选择地球 给我开启附加任务 让你的名气在整个皇国 家喻户晓 这 这就是让我除名呗 虽然有点难 但是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王阁主就等了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 想问问王阁主 不知最近北建皇国 有没有胜大的活动 比如练胆比赛之类的 现在想除名 只有利用我独有的练胆术了 可是如果仅凭我现在的实力 指不定后年马月 才能完成这个附加任务呢 尖辈 你这是又谋划什么事情 道友 要说比赛 北建皇国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练胆大赛 届时整个松鼓大陆的强者 都会前去观看 真是瞌睡有人松枕头 大约什么时间 现在算来 应该还有15天 但是这个比赛 至少要七品练胆师才能参加 届时我也会去 我现在想称为五品 但是应该不难 可这七品确实有点差距 不过 系统给我特殊能力 灵气无尽 这样才应该也能炼制出七品难药 等回去试试吧 那好 多谢王阁主的解读 不必客气 我俩聊得如此投缘 以后你就叫我小炮 或者小王吧 小王吧 不会这些大佬都想装恩吧 如果我要是叫王老 会不会惹他不高兴 你看这样行呢 我以后叫你老哥如何 好好 老哥好 我直接成为前辈的兄弟了 实在是美 我已经准备了膳食 老弟可否尝一下我们丹青阁的手艺 老哥 我还有点事回去安排一下 今天就不打扰了 赶日再来 对了 我来的时候好像看到雷哥老和徐会长了 老板老哥替我带个好 我先走了 雷老哥 我们出去吧 前辈提到我们了 我感觉不必了 像前辈这种大能 早已经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了 他连善业都拒绝了 一定有他的理由 别忘记 前辈现在是在修心 雷哥老 你们出来吧 你们看我今天表现得如何 到现在我的后背还是汗水 你真是上辈子鸡得了 都能和这种前辈称兄道弟了 你说呢 人怕出名猪怕状 肯定是过来搞麻烦的 真好悔没有学习战斗功法 不过我学的跑得快 也不是你们随便就能追上的 少爷怎么办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下次我多叫点人 有种别回丹青阁 撒下眼线 只要看到这个人 妈 别人再枪也不如自己枪 我还是赶快学一下功法吧 就这一本了 我真是一个天才 学这些感觉就像小儿科 不错不错 这样再也不怕那些小林芒了 看来主人有些东西开始决心了 主人的天赋堪称最强之人 你们忘记了吗 当年混沌界至强的三本工坊 都是主人一手创作的 当时主人也没有在意 就随手丢弃了 结果三界为了这三本工坊 抢的是天昏地安 诸天人险 是啊 主人做太多让三界震荡的事情了 我们静等主人觉醒吧 铁头 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你 意气风发的样子 语言 北线黄国要举行一个炼丹比赛 对我很重要 但是需要齐品的领药 我想了一下决定去云仓 总找木逢云他们借一点 我给你准备点水果 你带着吧 记得 别出去摘花惹草 从中门建立到现在 我还不知具体位置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吧 小兔崽子们 一会儿你们主人要去中门 带点眼力加 不行就找地方隐藏一下 我擦 这是什么宗门 看起来也太强大的吧 此时的铁头仿佛看到了一幅悬浮着的画 整个画面美轮美奂 而宗门里面仙气飘飘 如同仙境 当他看到宗门庞山石中的名字后 他猛了 嗯 云仓东 这也太气派了 沐清雪到底什么时间出来 我都等了一天了 我堂堂帝国皇子 竟然在这里吃壁门羹 不喜欢等就滚 你这种没有耐心的人 怎能值得穆姑娘托付终身 少爷 这个人是大陆最强帝国 金宣帝国的太子 糟糕 这太子不会也看上沐清雪了吧 如果坏了我计划 不管你是什么帝国的太子 我都不会让你好过 刀友 听你们说 一会儿沐清雪姑娘会出来 是的 刀友 那我就在外面等一会儿吧 少爷你看 这不是丹琴阁那小子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追求沐清雪 正好薪酬就这样一块算 臭小子 爷爷正找你呢 就你这熊酿也配来找沐清雪 倒有嘴下刘德 我和沐方云沐清雪妇女已相识多年 这次是因为有事才来拜访的 奶奶的螺圈腿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就让刚爷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正好试试行军的功法 有本事就放瓦锅来吧 你过来哦 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上 坦然小滚掌 下一刻 一股神奇的力量 在铁头手中散发而出 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 贵方突然目光呆滞 我擦 这个拱法这么牛呢 太子 为何他随意打出一掌 其他人就自己飞过去用脸来接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都会感觉这是一场排练好的作秀 离奇 太离奇了 你不要过来啊 手头有些通了 你的作用真的是想住的 下次一定找地方买个手套 你们记住 下次还要来找我麻烦 最好提前和你娘说一声 免得打着你娘都不认识你的 是谁在宋门门口闹事 父亲 是前辈 前辈竟然来了 沐清雪 沐清雪向我跑来了 一定是看到我被打心疼了 这顿打直了 前辈 你来了 恭迎前辈 沐总主 不必客气 有段时间没见到你们了 就过来走走 对了 刚巧遇到个心疏不争的 顺便教育了一下 前辈 你确实挺皮的 小雪刚说完 那样的话你就来了 这能是巧合 只能说你的推演能力太强了吧 小雪 这都已经第三天了 这么多名门贵族的少爷公子 你就一个都看不上 好歹出去见一面 交往一下 父亲 要找你自己找 要解你自己结 反正这些人我一概不见 但你说 怎么办 我已经对外宣称给你纳许 这样出而反而 对我们云苍松的名誉不好 要我出去见面 可以 但我有一个要求 我觉得以前被强悍的推演能力 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 如果他不来宗门 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前辈不赞同我的婚姻 就算前辈推演能力强悍 但是这是婚姻大事 你又是一个晚辈 前辈怎能插手 你太人性了 父亲你可别忘记 我是第一个认识前辈的 反正 报 宗主 门外有人闹事打架 前辈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刚好您来了 就帮小雪拿个主意吧 前辈 我就是料定你百分百不会来 才给自己找个借口 可你怎么就来了呢 慕姑娘 如何 你有嫌疑的对象吗 此时的慕风云 看到慕清雪的眼神 心里也是一惊 傻丫头 前辈何等大能 又则会心仪于你 哎 婚姻大事还是自己 善重考虑比较好 我不好帮忙做决定 既然前辈这样说 那这事就由小雪自己做主吧 慕风云都要叫前辈 我叫前辈应该没错 前辈 慕宗主 其实我这次前来 并不是因为慕清雪姑娘 那是为何 云苍宗开宗当天 我有幸见到过二小姐慕清语 便对她一见钟情 还望慕宗主成全 慕宗主 刚来时我便发现 这小伙正义令人 还算不错 可以让慕清语解释一下 你觉得如何 前辈说不错的人 能错得了吗 一切听前辈的 多谢前辈成全 婚姻是两个人的大事 你们常不常与我没有关系 走 慕宗主 我们进居了 少爷你听到了吗 慕宗主称那个小子是前辈 看着很是公斤的样子 估计这次你是提到铁板上了 我听你奶奶个螺圈腿 少说一句没人把你当哑吧 去把你们二小姐叫来 前辈 父亲 金公子 闺女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 懂了 慕宗主 不知总们有没有七品灵药 顺便借用一下链单方 前辈啊 前辈 你的怨前怨后 随便一珠都不止七品灵药 我懂了 前辈这一定是另有打算 前辈 这里面都是七品灵药 我陪前辈去单房 不幸 我这次链单不能受人打扰 第一次用七品灵药链单 要是链单失败了 太丢人了 还是我自己吧 就在链单之时 天空之中乌云蜜蜜 一阵阵游雷震 下一秒 天地猛然充满威严 一道白光一闪 下一刻 不错的一队 哎 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 这小伙不错 我怎么那么不走运 练个胆还差点让雷皮 我擦胆露呢 我的胆药呢 仙丹度节 是仙丹度节 父亲快看 原来这才是前辈的用意 你们都吃下这枚仙丹吧 不要辜负前辈对你们的厚爱 丹药入口即化 化过一股精神的能量 快速冲刷他们的身体 这一刻二人感觉到一股蜜蜜 在释放着他们身体的情味 父亲 这是 是觉醒体质 他们竟然觉醒了体质 不谢前辈 想来是俩人聊了一会天 发现彼此十分合适 所以感谢我前线打桥 我也没过神呢 只是小小的助了你们一把而已 无需行此大礼 我来此的目的已经完成 就先离开的 你们继续吧 到这里已经不年了 为什么记忆里你有的样貌 竟然和张语言开始重合了 难道他是和我一起团阅了 然后在这里开了名品店 因为一些难言之隐 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还是我脑子出问题了 铁头哥哥 你回来了 语言 我有话跟你说 铁头哥哥跟你说吧 这样吧 我们做个小游戏 我说一句 你神呢也别想直接解下一句 好啊 那我开始了 快速回答 回手掏下一句是什么 回手什么 掏什么 一加一等于几 什么衣服 怎么加衣服 大吉大利 恭喜发财 不完了 没意思 语言 我问你 你认识张晶晶了 不认识 那没事的 你帮我拿个桃子吧 对了 晶晶 怎么了铁头 还有什么事 你装不下去了吧 我的男人啊 你也太强了吧 但是现在不是你觉醒的时候 此时逆改 全盘皆输 此时整个凡间 所有人货物 在这一刻都定格了下来 下一秒 时间开始倒退 对了 晶晶 好啊你 谁是晶晶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我擦 这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铁头哥哥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喜欢我吗 肯定喜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和你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每次你离开 我就会感觉很难受 那你能忘记那个什么晶晶吗 这是说来复杂 我恐怕忘不了她 不过我可以肯定 我是喜欢你的 虽然感觉自己很差 但是这都是心里话 好吧 念在你这般坦诚的份上 我就相信你一次 过来 老娘要抱着你睡 哇哦 大哥哥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的呢 嗯 怎么被这个小朋友看到了 骗小朋友 我可是最擅长的了 既然被你看到了 告诉你也可以 不过你必须替我保密 等等 大哥哥 我会保密的 无奈闲人家伐 叮叮叮 嘿嘿 这个效果真爽 啊 竟然是玄冥西玉石 这 这也太大了吧 逃 快逃 这是杂像我们这里的 这么大 恐怕只有分神以上的人能活着吧 对了 我身边的是仙人 大哥哥 大哥哥 快 快把他打下来 不好 如此巨大的玄冥西运石落在皇城 恐怕要死伤一片 传令下去 丹青阁所有分神器以上的修士 全部出动 一定要保护好皇城的百姓 前辈 前辈你快来啊 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了 小钱呢 我的宝贝孙子拿去了 小钱 小钱你在哪里 大哥哥 你赶紧啊 不然会死很多人的 你不是仙人吗 上去一拳锤抱他 我还是坦白吧 到时候带上小朋友进传送阵 也只能救他一个人了 小胖子 我老是跟你说吧 刚才我是骗你的 我不是仙人 而这种陨石 我 这种陨石 我根本不用拳头巨红 一个念头便能让他严消允散 因为我是仙人执伤的存在 湿水几岁了云石 这皇城里肯定隐藏了一位大能 难道是丹青阁阁主王大套 大哥哥 你太强了 不要激动 这只是其本操作 别说这个云石 就是再来一个更大的 我分分钟也能 我他 老天爷 你不会再开玩笑吧 大哥哥 上 刚才那个被打包了 银藏的大能 仙人哪 快把这颗也打包啊 不计 先让陨石飞一回 大能快出手啊 快出手啊 小胖子 你好好看着这颗陨石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这颗陨石很大 比刚才那颗大了不止一倍 威力应该强百倍 还有呢 这陨石的火更大 像个大火球 对了大哥哥 石头为什么会着火呢 这是陨石下落的速度很快 与气体摩擦 最后生火 陨石和空气摩擦就生火了 啊 我懂了 大哥哥在指点我 我的灵根就是火灵根 但我那时的时候 灵根根根本就没有火 那我让灵气分布在灵根处 而灵根不能动 我让灵气动 就会产生火了 这样就会产生火灵根 多谢大哥哥指点 这没什么 快包吧 再不包我可真的要留至大吉了 刚才大哥哥说让陨石飞一回 竟然是为了指点我进修火灵根啊 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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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厉害了 一板一板 世界地散 消遣 你没事吧 爷爷 我没事 这是我刚认识的大哥哥 大哥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爷爷 丹青阁的阁主 老哥 这是你孙子 完了 这次真是忽悠铁板上了 大哥哥 你和我爷爷认识吗 爷爷 你可知大哥哥其实是现任之上的无敌存在 我刚才亲眼看到大哥哥打爆那两个陨石 而且大哥哥还指点我 让我领悟出火灵根 你看看 我现在已经突破了 亲辈 我应该继续演戏 还是应该直接叩拜 不管了 都这么明显了 这还怎么演 王大炮见过前辈 感谢前辈救百姓于石火 感谢前辈指点我孙儿突破瓶颈 我擦 这都什么根绅吗 云士不是你打碎的吗 幕后高人不是你吗 我的视觉bug已经这么强了 看着王大炮的表情也不像是装的 不用这般见歪 你孙子不错 我与他有缘 至于那两个陨石实在扫兴 我便随意红包了 不过这件事情你指我指边可 不必四处张扬了 明白 明白 阁主阁主 大喜 大喜 什么事 惊 我们单清格落下一块气韵石 这气韵石整整有两头牛大 这么大 云云有没有损伤 就连花花草草都没有一点损伤 前辈 一定是前辈 落下如此一块巨大的气韵石 丹青阁日后的气韵即不是如日中天 吩咐下去 各大门派下发请柬 百宴庆祝 前辈给的如此大机缘 魔王大炮莫尺难忘 这凋落哪里 与我是真的没有关系 这怎么没人呢 是我们单清格运气好 我们单清格 前辈竟然嫁了我们 这是不是预示着单清格以后更加会蓬勃发展 改日我单清格百艳庆祝 请前辈赏脸一定要大家光临 大哥哥去吗 去吗 好吧 到时我会来小步一下 顺便参加北线黄国的炼胆比赛 前辈你要参加比赛 还不如让比赛直接从第二名开始排名好呢 冰 冰报皇上 皇宫里面真的没有发现气韵石的踪迹 就连一小块都没有吗 单清格 凭什么那么大的气韵石竟落到了你那里 父皇 那我们去不去单清格赴宴 去 现在单清格已今时不同往日 待足后礼 我们去 父皇 我们就是去舔单清格 对吧 把你那个舔去掉 不会说闭嘴 昨天那两颗陨石确实吓人 多亏了前辈 保住了我们一方百姓 你们就没有感觉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前辈提前安排好的吗 这话从何说起 以前我也说过 前辈是在布一场惊天的棋局 我们都是前辈的棋子 还有你孙儿王小泉 能被前辈看上 日后的前途绝对无法估量 在气韵石降落的前一秒 前辈凭空出现 而且恰巧出现在小泉身边 这能是巧合吗 更重要的是 前辈竟然向小泉 袒露了自己的身份 是啊 打客戈说 他是仙人之上的存在 喂老哥 你可记得先帝贵外前辈 对前辈极为恭敬 先帝是什么人 那可是仙界最强的人 这样说来 前辈确实是仙人之上的存在 掌控天机的无上强者 据我所知 前辈从未跟别人 透露过自己的身份 这就说明他对小泉很特殊 最后更是指点了小泉 让他获得特殊的修炼方法 孕育出火灵根 这所有的一切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为阁主快将 前辈很有可能要收王小泉为徒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 前辈还会和小泉见面 这场宴会 前辈一定是为收徒而来 要是前辈来了 小泉 你什么也不用做 跪下拜师就是 我有个提议 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抱团 互相交流 共同探讨 一起辅助前辈完成他的大业 顺便还能得到前辈的大机缘 等 我们快出去吧 万一前辈钥匙来了呢 见过皇上 你们阁主呢 阁主马上就到 皇上里面请 父皇 那小子就是在云苍松 欺负我的人 我根本没有动手 他就一直打我 确实我们没有动手 都是用脸去打人家的手掌了 走 微父帮你一雪前耻 这小子是你们家族的人吗 不是 我们和这小兄弟不认识 臭小子 单打我儿子 你今日休想全身而退 憋孙 上次你一共抽了我十八掌 今天我必还你八百掌 大大 爷爷快看 是大哥哥 大哥哥来了 我真是前辈肚子里的蛔虫 小泉 去吧 小泉 快去拜师 大哥哥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愿意成为你的徒弟 王阁主的孙子要拜我为师 难道是知道我炼胆很强 要学炼胆 这徒弟道可以有 既然如此 那好 我就守你为徒 拜见师父 快起来吧 日后你就是我的鼓励了 这是为师偶然间得到的那剑 正好赠于你吧 师父竟送我如此大礼 里面存有先天灵火 正好可以提升我的火灵根 多谢师父厚爱 各位 今天是我素儿拜师之日 恐怕招待不了各位了 还望各位海涵 这么多大佬围着那小子 看来你是踢到铁板上了 我们先走 日后再说 两位 你们刚才说要干什么来着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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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过前辈 前辈 刚才人多 不便行李 还望不要介意 这视觉吧真的是晚大了 各位 关于我的事情 希望你们低调一些 好的前辈 这视觉吧真香 对了王兄 你回来的正好 我这里正好有一些零食 等帮我买点礼物 再回青北学府送给几个长老 顺便替我谢谢他们 父皇怎么办 你没看到当时现场的人吗 如果在丹青阁动手 势必与丹青阁 雷鸣阁 天缘会结下恩怨 最好这小子别一个人出现 听说你们在找我 怎么回事 我的气场竟然没有把这个小子震飞 他是元英七 我可是合体七啊 我就说嘛 这个功法情况我改写后就是牛 当我贴套刀 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还不服 父皇 太欺负人了 他这是把我们三个都独打了一顿啊 那能怎么办 我们又打不过他 父皇 我们去找爷爷 爷爷再突破就飞升了 一定有办法对付他 你们的意思是 一个元英三重篇的小子能把你们按在地上打 对啊 对啊 还是下手贼狠的那种 爷爷 此人如此嚣张 还请您出手 一定要压一压这个猖狂的小子 不对啊 一个元英七的黄毛小儿 竟然能把我儿打成这样 走 我们去找他算账 父皇 太好了 我看这小子该怎么办 我就不信他还能打得过爷爷 这是出去别扔扎 你不知道丢人啊 丢人 老人家 你有什么事了 眼前这位 不就是传闻中能让清北学谱中享九生的少年吗 他应该使节单一成天啊 这才几天就增加了一个大竞争 不简单 绝对不简单 这位道友 我来就是想问问 一树香前你是不是教训了三个人 不知道底所为何事 老人家 你是他们的长辈子 是的 老人家 我先和你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父皇 爷爷怎么还和他聊上了 看来聊得还挺开心 你爷爷生性高冷 一定是这小子用了什么邪术 走 我们过去看看 爷爷 打他 闭嘴 要不是你找茬在先 怕至于给你们大笔刀吗 爷爷 我 我只是想和他和谐地交流一下 和谐 那我也和你们交流一下 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没事的 谁家还没个小孩不听话的时候 有道理 以后说不定还有事要请你帮忙 老人家 以后有事你直接说就行 马上要开宴席了 请被说出去一下 怎么还没回来 嗯 王阁主 我在那边不远处看到小泉少爷的师父了 快讲 到死 到死 闷走 闷走 王哥主 我也先回去了 明天的炼丹大赛 我会准时参加 前辈你等一下 上次你给了我足足八万零食 不知我应该买什么礼物 带回清北学府 你还是不要叫我前辈了 你去几次转转 至于什么东西 你帮我决定吧 好的刘兄 小伙子 想卖什么 我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啊 你看看这丹药 敌溜溜的怨 再看看这把剑 是不是哼唱 这小伙传着几位话里 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这次一定要把他拿下 丹药用圆不圆来形容 你是当我傻吗 黑乎乎的 一点灵气都没有 假的吧 还有这把剑 你他娘的竟然不讲风力 讲长短 确实挺长 只是拿起来打架 确定不会伤到自己吗 老板 你这里有没有八万零食价位的东西 这可是一条大鱼啊 摔收就是八万零食 你怎么知道 我这里刚好有一件 假之八万零食的东西 真有 拿来看看 不信啊 这些东西都不信啊 有了 前不久我在荒野外 煎了八块好看的石头 读一巴吧 就是这八块闲食 就这几块石头八万零食 这石头到底有什么作用 老实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 这其实是一个闲人给我的 他说会有一个优怨人来找我 直接出嫁八万零食 开始我不相信 但是看着这几块石头好看 就收下了 仙人 没错 一定是前辈安排好的 这八块石头我要了 哈哈我真是一个甜菜 这个理由也能被我镶倒 区区几块破石头就卖了八万零食 这些零食给我回火一段时间了 走罗 嗯 既然这么快就查到这边了 看来一切计划都得加快推进了 菜刀 你过来 朱姆 去吧 打开所有枷锁 想尽一切办法 斩断因果 的令 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个仙界的因果最为复杂 极有可能就在这里 你们找来的速度挺快啊 你 你怎么可能 我都忘记多少万年了 这次机会难得 终于可以完全释放一下自己的实力 你 你是哪位手下的圣 圣器 刀爷 看来你还挺有眼力的 既然如此给你一个痛快好了 你 你不能杀我 我的因果已经留在此处 我要是死在这里 我主人肯定能推算到这里 而且 别废话 说吧 有何遗言 不可能 你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好吧 我就当这句是遗言了 因果虽已斩断 可最多能拖延一年时间 要是竹母出手就好了 九阳先天 有空来做 好好好 此时的张九阳感觉身上的压力 在菜刀的一笑之下 全部消失了 这一刻 他彻底对自己以前的认知有了改变 当知道菜刀的恐怖后 他意识到自己以前都想得太简单了 要知道 刚才整个仙界都要崩塌 仅仅是菜刀的心跳引起的 他简直不敢想象 铁头和张语焉会强盗 你 你是哪位手下的圣 圣器 刀爷 看来你还挺有眼力的 既然如此给你一个痛快好了 你 你不能杀我 我的因果已经留在此处 我要是死在这里 我主人肯定能推算到这里 而且 别废话 说吧 有何遗言 不可能 你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好好 好吧 我就当这句是遗言了 因果随意斩断 能拓延多长时间实属难料 要是珠穆出手就好了 竟然有人死了 因果被斩断 看来 你们终于出现了 标虫小技 不除三天 我一定会推演出你们的位置 主母 是我无能 此刻的张语言没有说什么 意念闪出 传到了神界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姐姐 许久未见了 所有事情已脱离我掌控 开启所有封印 速来 为什么这么快 诸位 我们准备迎接这场久违的暴风雨吧 姐姐 性格还是没变 依旧的雷厉风行 这岂能儿戏 倒是你们真会选地方 见过薛神帝 刀爷 我们亿万年未见了 实力增进实属恐怖 桃妖 黄浦 你们怎么还是这个形态 还是等主人回来再说吧 如果现在幻化出真身 我怕主人接受不了 这么多年 真是难为你们了 对了 铁头去哪里了 他知道了吗 铁头去参加炼丹比赛了 至今记忆还没有复苏 等他回来将解开所有封印 语言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杀 我的乱子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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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菜刀 你先打个招呼吧 见过主人 你是 菜刀 语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铁头在亿万年前 已经设定好 此时铁头的脑海中 闪现出一幕幕的往事 想着雷千刃他们的纯朴 完成系统任务时的 心酸和喜悦 同时也记起自己 亿万年前的所向披靡 三天 还有三天 不行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不能因为我们而伤其无辜 菜刀 给我去一趟神界 必须斩断 闲戒与反戒的所有因果 铁头 一定要小心 你以为 我还是以前的铁头吗 亿万生命为名 百万神火为羊 闲之天 奥事节 有我铁头 便有天 真帅 要不是我未完成父亲遗愿 我想陪你奥事天下的 应该是我吧 姐姐 你在说什么呀 嘿嘿 姐姐 你还记得一万年前吗 这些事情怎能忘怀 而且我还知道铁头哥哥小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有儿子了 我刘良辰终于有儿子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有如此不好的预感 推演不到 还是推演不到 此人正是鸿蒙界排在第一位的尊祖 人称万古至尊 他实力通天 无人可看 可整个偌大的鸿蒙界 也就只有那么寥寥四位同为尊祖的人 可能对他过程危险 经过推演却发现 这不祥的预感 和另外四个尊祖没有什么关系 啊 不会是他吧 已经亿万年了 你是唯一一个能对我构成威胁的人 岳天尊祖 别来无恙 万古尊祖 今日怎么有空来看望我 是你让人给神界提前降下浩劫吗 道友 什么意思 我这做法有什么不对 此时万古尊祖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在他的眼里 他们五大尊祖中 岳天尊祖实力只能排在末尾 随后三道意念从他体内飞出 往不同方向全速飞去 下一刻 鸿蒙戒中 三个不同的方向 三个恐怖的如鸿荒猛兽一样 同时睁开了眼睛 乱古 有什么事吗 我们多少年没有聚在一起了 上次我们聚在一起所为何事 那这次也是为了那件事 此话一出 整个大殿寂静的没有一点声音 你的意思是 是关于无上尊祖流铁头的事 我感知到一股不祥的预感 有九成的概率是因为它 这怎么可能 那家伙被死亡之父重创转世 实力还能有以前的万分之一吗 万古尊祖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推演出一些东西 这个不祥的预感 不但和无上尊祖有关 而且还和岳天尊祖提前给神界降下浩劫有关 我没有做错什么吧 而且以前我就这样试过 这个没有影响 也许降下浩劫并不是引发我这不祥预感的具体原因 但应该有些许联系 我把大家距此处 就是让大家重视这事 我们可以派人去神界看一下 只不过这人进去后会凶多几少 派进去的人由我来找 毕竟这事也有可能是我引起的 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原来如此 来来的还是来的 正好菜刀他们也要提升势力 他们需要实战而不是继续修炼 看来不用我擒自给菜刀他们特训了 都把手上的事情放下 我有要事吩咐你们 未来半个月 你们将会和各种实力比你们也不逊分毫的人战斗 记住一点 用心应对努力提升自己 好好注意着那防卫 要是有人出现 就是你们的敌人 直接过去攻击 嘴头哥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不要担心 在我眼里 他们依旧什么也不是 这场浩劫我一定要顺利度过 少有茶汁 所有人都将万劫不复 此时铁头看着自己的爱人 心里五味杂陈 对于铁头来说 这已经是三世轮回 第一世 也是铁头和语言出十的那次 在铁头离家里便时 家族遭死亡之父的重创 也正因为这次离家 让铁头逃过了一劫 铁头浑浑噩噩的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没想死亡之父 并不想放过他 斩草不出根 忠实祸害 我不管你躲在哪里 只要有你气息的地方 我都会投进所有生命 我不拘好一件 封印自己所有的实力和记忆 轮回到一个 无休闲气息的地球 可百密必有一出 最终还是让我提前 回到了这里 如果我继续苟且投生 结实散戒将生灵涂炭 万劫不复 对不起 是我无能 这个与你无关 一切皆是因果 不过对于神戒这次的豪戒 却是在我意料之外 我想是时候会会 各群老朋友了 语言 我是不是有个地球的爷爷 在地府打仗 大帅怎么办 先找个地方躲躲 躲躲 系统你给我出来 系统给我马上出来 别逼我用枪 我下一个任务失身了 没有任务 没有任务 那好 现在给我想办法 打通这里与地府的统道 限期期天 惩罚 踩卸系统 奖励 哎呦我去 别人狗不狗 我不知道 宿主你是真狗 你说什么 你不做也可以 我自己想办法 希望还能让我看到你的价值 前辈在家吗 沐风饼就前来求见 现在 还未到与死亡之父正面 康衡的时机 在他们面前 我还是一尖的铁头 我找 你先回审界 尽最大可能收集 与能量有关的物品 这次浩劫 我必须扛下来 好的 就算一块零食 我也不会放过 我在家 你们进来吧 就是这里了 你重复一下任务 进入审界 找出当初的无上分组 查看他的实力和情况 如果可以直接斩杀 斩杀不了 就先找个地方躲着 传回他的所有信息 可有信心完成任务 那家伙恐怕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 不下有百分百的信心 很好 进去吧 这人实力还行 月天尊祖 你和他说过 这次传送是单向的 有去无回吗 我想 他会知道的 你可带着他的命牌 要是他传不回来信息 而命牌也碎了 倒是可以用这时间 大概推算无上尊祖的实力 具体到了什么层次 此刻菜刀等器物 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头顶 这人的气息太强了 这才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吗 走 赶他 能打得过吗 单打不过 我们可以围殴 我以为是谁 原来是尔等蝼蚁 就你们这些蝼蚁 也被当务去录 此时的黄衣男子 感受到菜刀等人的修为气息 和他手下那些戒主一般无二 这种实力放在鸿蒙界 也只能算是平平无奇 所以现在 看着菜刀他们一群人出现 他没有任何的畏惧 相反眼中都是不屑 刀哥 这家伙有点实力 看起来也很拽 咱们一起上 刀哥 咱们直接赶他压的 我想看看他能不能伤到我 菜刀 要不我先上去试探一下 听着这话 菜刀点了点头 他也想和男人交手试试 这男人的修为气息 确实是强 但是 修为高的人 不一定能打得过修为低的人 实力还和每个人 对自己修为的掌控和发挥 秘书的精通程度等等有关 实在不行 顶多大家伙一起上的人 你们先看着 实在不行我们在一起上 此时的菜刀脸色里有些龙 因为他就没听别人说过他是蝼蚁 就这两个字 仇恨可谓是直接拉满了 这时 锄头的身影 忽然间就在原地消失了 化作了一道雷霆 直冲冲地向黄衣男子飞去 速度极快 我先试试他的实力 你们看着就好 就你们这帮蝼蚁 还商量着怎么攻击我 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混沟 话音刚落 锄头直接爆发出全力 身后出现了一把巨大的锄头虚影 猛地朝着黄衣男子飞下 下一刻 空气爆开 虚空震荡 恐怖的滚浪 朝着黄衣男子飞去 对方感觉到这攻击时 眉头皱了一下 没想到锄头的攻击 竟然达到这种程度 不过 他也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朝着前方就是单手一辉 一道恐怖的能量 往锄头打开的方向起转 天地震荡 黄衣男子纹丝不动 而锄头却是倒退了一些距离 才站定下来 一切平静下来 锄头脸色有些难看 他没有用出全力 但是也用了八成 而黄衣男子看起来 明显只用了一成功力吧 虽然他也没有受伤 可差距已经很明显了 小子 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吗 当然 还是值得培养的 要是你和无上尊组 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倒是可以让你当我的一条狗 看着眼前的菜刀 想着他们可能和无上尊组 有些关系 黄衣男子大概推测了一下 无上尊组的实力 今天干不死你 老子不幸出 他眨眼在原地消失 只盯着锄头攻去 他一下就到了锄头面前 权力轰出了一击 锄头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这般 并且也没想到 对方权力之下这么快 恐恐急速收缩起来 他觉得自己躲不过这一击 可就在这时 豪竖的身影 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也跟着权力施展 可是他的实力和黄衣男子相传太大 哼 豪竖瞬间被打飞 如同炮弹一般 一下子就飞到了千里之外 院子里铁头这时哼了一声 哼 可最终 他还是没有离开院子 不能让桃树他们总当文师里的花朵 还是让他们自己历练一下 这种机会很难得 天空之上 黎彩刀他们千里之外的桃树 嘴里溢出了鲜血 脸色有些苍白 这次伤得有些严重 看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了 真没想到对方的实力如此强大 恐怕几个我家在一起 也只能勉强和他周旋 男人皱眉看着远处的桃树 没想到他会接下自己这一招 他冷着脸看向一旁的锄头 垃圾 还需要女人保护 锄头此刻双拳紧握 在确定桃树没有生命危险后 他就死死地看着黄衣男子 听着这侮辱的话 如同没听到一般 因为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话了 能够让他的怒火再也成熟 他的怒火 已然到达顶峰 约你奶奶个仙人斩 干不死你 老子不当男人了 刀哥 助我一臂之力 今天干不死你 老子不幸出 黄衣男子脸色飞了 突然爆发起来 他眨眼在人地消失 只盯着锄头工序 刺刺 锄头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这样 并且也没想到 对方全力之下这么狠 瞳孔急速收缩起来 他觉得自己躲过这一劫 锄头小心 垃圾 还需要女人保护 锄头猛的大喝起来 身上的气势在这一刻肩抱着 他的修为也奇怪的有变化 好像什么枷锁忽然间就断开了 气息猛然提升了 刀可 助我一臂之力 院子中的铁头 此刻突然露出了一抹古怪的表情 有点意思 菜刀听到锄头这话 他瞬间点头 此刻菜刀脸色已经冷裂了下 整个人瞬间在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锄头身旁 你 包上林来 他会不会就是无上尊促 为什么我会产生一种危机感 你不配知道我的姓名 黄医男子脸上闪过一抹杀意 可这时 锄头突然就动了起来 并且抱贺了一声 刀可 是 此时的菜刀看着铁头动去 也没有再废话 点头之后 就跟了上去 明明锄头先行动身 他却后来就追上了 锄头全力爆发 这一刻他的攻击 竟然比先前的强了两倍 没想到这个鲁鱼 突然间就变强了那么多 当然了 他脸上还是挂着满满的情意 他准备一击飞锄头 让他看看什么叫做碾压 可就在这时 他心脏突然剧烈跳动了起来 瞳孔猛的收缩 身上的毛孔 都开始紧抵了起来 以极快的速度 往菜刀那边看去 这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在那边响起 这话一过 菜刀猛的朝着黄医男子方向 砍下一剧手刀 骤然间 他所挥手的方向 天地一黑 一直蔓延到了一万里的距离 这一剂 也太强了吧 刀可 你这一剂真强 再加上我的攻击 哈哈 林奶奶的 这下死定了吧 攻击余威很快消失 可是 在一万里的地方 却有一个极其狼狈的人站着 衣服已经残破不堪 头发凌乱 好像是被一群大汉光顾过一般 该死 你绝对就是无上尊祖那归儿子 他在这一击下损失重大 之所以看起来没有受重伤 那是因为他在凌威的时候 用出了一种消耗本人的不传秘术 才能如此 这种秘术 恐怕整个红帮界也就只有他用功 而此刻 他认定菜刀就是他此行的目标 无上尊祖 也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清楚菜刀的实力 很好 很好 你们把我激怒了 我今天就让你们 他怒然咆哮 可话还没说完 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在他面前闪出 这是一个穿着朴素灰袍的年轻男子 看起来温润和气 出现的 此时的铁头一脸冷漠的出现 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 你是谁 你刚才不是在骂我吗 找我吗 我现在到了你面前 还行不 此时的黄衣男子 但生了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捧惧感 这种捧惧感一下子不满了全身 身体犹如电流穿梭 瑟瑟发抖 这 这 我出来也不是想弄死你 弄死你太简单了 我仅仅是因为讨厌你这长嘴 所以 好好地给我闭上 此时的铁头不等着对方说话 迈动脚步 在虚空中前行 闲停弱步 看起来就像是散步一般 黄衣男子本能地想要逃 可他却赫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竟然不受控制 动弹不得 此时的黄衣男子快速地检查自己的身体 实力很一般 我现在 我竟然竟然说不出话了 主人也太强了 看似随意地一巴掌 竟然直接封印了鸿蒙界强者的嘴巴 直到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了吧 好好联手 还有 这家伙在那个世界上 同一个等级中 也就只能排在中下游 不久后出现的人会更强 都给我认真点 主人 我们会好好用他练手的 还有 我要他的实体有用 留去全尸 高科 刚才主人说 他只是中下游 那要是来一个上游的 岂不是我们联手 都不能给人家造成多大的伤害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此时的黄衣男子 彻底透过 他快速地拿出传音石 然而下一步 我倒要看看 你们舍得派多少人下来 主人 这人也太扛揍了 不过经过这次战斗 我们得了很多感悟 回去好好消化一下 而且你们尽量讨论一下 如何合作攻击 一天后 应该还有人下来 这次下来的人也许会更强 一定要多派点人下来 要是你们几个家伙能勤自下来就好了 该死 为什么一点信息都没有传回来 再等等 华天镜传音会有延时 等等 来了 他的实力比我强 但也只有领主实力 尊主快派人来救我 领主实力 很好 已经知道他的情况了 下一步 就派人前去弄死他 这次我们多派些人去 也不能太浪费了 毕竟是有去无回 这次我们派两个人进去 实力比刚才那人强一些就行 跑鼠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没事 说实话 你当时为何要帮我挡下这一击 太危险了 这一击不是你能挡下的 说说吧 你想怎么补偿我 此时的锄头真不知道怎么没有逃数 沉默了起来 你个大猪蹄子 想弥补我可以 那就以身相许吧 对 对 就是个大猪蹄子 好数 这是我刚炼制的一枚弹药 你扶下去尽快回复 下一场战刀对你们来说 是一场血瓶 师父 普尔王小泉求见 王小泉 不 是我在丹青阁稀里糊涂熟的土地 当时就为了虎佑 没想到招来了 小泉 我已是在 你们进来吧 师父 奔 拜见前辈 不要过于举谨 是不是怕我忘记这个徒儿 小泉 你想不想去贤界开开眼界 一切听师父的 想 我想 王哥主 如果放心就把小泉交给我 我和贤界的九阳贤弟有些矫情 把小泉先交给他 让他再带 太好了 多谢前辈 小泉 快给你师父磕头 这个不用 你先回去 过几天我去丹青阁再去 小泉 走 我们去贤界 小泉 这就是险界了 感觉怎么样 这里的灵气好充足啊 耶 小泉 有没有被吓到 师父 没 我没事 此时铁头的脸色一飞 快速看向剑王飞来的方向 之间那边的天空正有两人在打斗中 他们的攻击波射击圣 四周的山巒倒了一片 而就在这时 又一道剑王往他们这里飞了 铁头带着小泉飞到安全地方 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 跟两个人献熟事 我也是去教训他们一下 眼前的这些攻击 对于以前的他来说很强大 但是现在就不停了 给我停手 两人其实在铁头靠近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他 只是他们想不懂 铁头到底是哪根精灵大根 竟然直接闯进来 这可是一场先圆镜之间的战斗 在他们眼中 铁头仅仅是圆英七的小子 谁家的臭小子是不是找死 两个老公似的 要打架就去没人的地方打 在这里打架有没有点功德心 你们看看四周 被你们弄成傻羊了 最让我省气的是 把我徒弟吓到了 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我去给他道歉 否则 今天两个都别想走 小子很好啊 前面长了是吧 我也看到你徒弟在何处了 信不信我把你们都弄死了 我给你彼此活命的体会 不一样 小子 老夫杀人无数 以为我是什么圣人 我这就让你 你不要过来啊 垃圾 就你也想杀我 你可想杀我 这小子太恐怖了 明明身上显现的是圆英七修维啊 怎么感觉比先帝竟的强者还要恐怖 算你识句 走去给我徒弟道歉 道歉 前 前辈 对不住 实在对不住 这 这是前辈的气息 前辈来了 不知前辈到来 九阳有失远迎 还请赎罪 这不是九阳先帝吗 还独子了 先帝称这小子是前辈 你管里的险戒挺乱 我顺便帮你教育了一下 小子知错了 知错了 滚 好嘞 这是我在耸骨大陆熟的土地 王小泉 我想带他过来学一些东西 你先安排一下 然后去一趟小院 有些事情要做 好的 前辈 别叮叮叮了 出来吧 宿主安排给系统的任务 已经完成 这里与地府通道已经打通 友情提示 宿主前往地府后 不要破坏规则 你说的意思我懂了 各自做的不错 等待下次任务 语言 你现在能准备一些地府 可以用的货币和武器吗 这个没有问题 给我一天的时间 好家伙 又来了 而且这两个人看起来 比不久前那个人还强了很多 来得好 走 挥挥他们 奇怪 我们的意念 刚探索到万里的地方 就不能再往外延伸了 先把现在的情况传进回去 就在他们拿出传音石不久 下一刻 他们的身体就动弹不得 并且 手中的传音石直接脱手飞了出去 最后被一个黑洞吸走 我显示是能不能通过这两块传音石 回演出上面那些家伙 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神界后 第一时间给我们传来信息 把第一眼看到的情况描述一下 其次则是找到无上尊祖 一旦看到或者疑似是无上尊祖 直接把看到的情况传出来 随后尝试灭杀他 实在灭杀不了就好 传信回来求助 届时我们再派人进去 得定 万古尊祖 很好 看我怎么玩你们 刚才怎么回事 身体动弹不得 自从到了领主级别 就从未有人让我们这样过 即使万古尊祖施展秘书 也不会这样啊 也许 这里有个比尊祖还要强的人 明明这两人修为气息 比先前那个黄衣男子强很多 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们有点怂呢 别被他们给出的假象迷惑了 也许他们想杀我们一个猝不及防 没错 我看他们也许在演戏 这演技比我强多了 这两人的实力很强 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练手呢 都一起上 攻击 他带我击脚 快闭嘴吧 我毛都快被拔光了 刀客是我 你看着点 这两人也太强了 累死我了 真不像死守 主人刚才给我传话 留他们遗 先带他们回院子吧 咱们还没有消息 再等等 尊祖 我们已经和无上尊祖交上手了 他的最强实力就比我们两人强一些 想杀我们也拿 我们已经找了一个地方躲藏好 请再派系人下来 大家不用慌 从神界传回的消息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据推断 无上尊祖现在顶多是营主的实力 我们每个人都能随意灭杀他 可这无上尊祖也太过诡异了 按理说 那家伙被死亡之父重创转世 李英早就变成洛基才对 引得如此变故发生 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们说 他有没有可能还是尊祖实力 月天尊祖 你应该是想多了 这不可能 而且我的两个手下 不至于差劲到 连对方修为都看不清 我自己的猜想 第一 也许你的手下已经死了 第二 传回来的声音 是无上尊祖搞的鬼 第三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 尽量杀我们的手下 削弱我们势力的实力 这猜测确实有可能 不如我们再派些人进去查探情况 这次我们派多少下去 这次我们赌一次大的 派五名中上游的灵主下去 铁头哥哥 这些是给爷爷准备的东西 足够装备三军的了 你辛苦了 我一回给爷爷送去 菜刀 我要去一趟地步 如果这段时间上面下来人 一定要紧刃 或许会更枪 如果可能 要我的 得令 好 大帅 门外有位自称您孙子的公子求见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孙子死了 来地府了 孙子 真的是我孙子 你个臭小子 我好好活着给你爷爷烧钱 跑我这里来了 看我不打死你 行 爷爷 我没死 我只是传阅了而已 你 爷爷 我这次来是祝你老东山栽起的 对 您看 原来我孙子成神仙了 有出息了 走 跟爷爷去把黄县城夺回来 叮 系统友情提示 如果宿主随意动用灵力 将将来浩劫 引发因果 爷爷 只不过我不能用这个帮你 爷爷 你看我带来了什么 哈哈哈哈 我的好孙子 有这些足够了 来人呐 属下在 把将士们亏欠的军奖都发了 然后好酒好肉的让大家饱餐一顿 明天我们攻占黄县城 得利 好 好东西 好 爷爷 一会儿那战斗你只管大胆的干 用我在你身后 我看好你咯 臭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 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不几够不够 用不用我再往这里运一些 我的好孙子 有多少我要多少 等我把这几座城池打下来 你在外面累了卷了 就到爷爷这里来想 加油 爷爷 蛤 雕虫小弟 兄弟 你没打中 我的好孙子 幸亏有你 你就先留在爷爷身边 帮爷爷打完这几个城市 爷爷 我突然想起来 我纳面也在打仗 得快回去安排一下 完事我带回来 好吧 来人哪 传我命令 加强戒备 那个蓝袍中年 感觉好强 刀河 怎么做 直接干嘛 我觉得他们有些不清楚情况 我们先收起敌意 故作笑容迎上去 然后直接偷袭 我主攻那个蓝袍中年 你们全力对付另外四人 我还以为是谁呢 刚才还紧张了一下 你们终于来了 可把我们等结了 这么回事 不是说会合的人只有两人吗 火机们 上 一时间 天地都是恐怖的一样 就像是末日降临了很久 菜刀死死的盯住蓝袍中年 第一招 就直接用出了自己压箱里的底台 以手做刀 全力朝着蓝袍中年那里来 看来这次将是最大的异常恶战 刀河 刚才那一招 比你那次的疯天还强 恐怕一会儿 你得把隐藏的招数都使出来了 我已经用出全力了 你们的使力还是太弱 必须逼你们一把 龙椅还想撼中大树 都给我死 不好 猜刀我们快逃 逃不了了 主人应该会出手吧 啊 飞暗了引上天地的那刻 最空中竟是发出玻璃破裂的声音 原来菜刀淫威一刻 竟然将自己的两大杀刀绒合到了一起 领悟出了终极杀刀 尘埃过后 天地陷入了死寂 五名中年已经砸飞万个之万 一击 仅仅是一击 竟将五个领主级别的人打败 刀哥 刚才是打了鸡血吧 这也太强了吧 打你的血 菜刀就是零威突破 哎 我应该学刀哥 挡在最前面 兴许突破的就是我了 此时的菜刀 人口之塔 昏迷坠 你们打败的几个人 都回复的差不多了 我把他们分别 困在不同的空间牢笼中 你们要想找他们挑战 直接选择一个空间牢笼就行了 进去后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能打败你们 我就放他们离开 绝不是眼 记住 都给我好好拼命 因为我不想放他们走 所以你们都不能输 也不知道能不能骗下一个尊祖籍的人物 随后铁头调用灵力 学着蓝袍中年的声音 朝的里面传入声音 尊祖 大是胡妙 除了我 其他人都已反折 投靠了无敌尊祖 我零威突破 拼命逃出了包围圈 还望速速来救 最好下来一位尊祖 大家有什么意见 这件事很奇怪 逻辑上说不过去 在神进 无上尊祖有什么东西 能引诱得了他们 还让他们义无反顾的背叛 会不会 和月天尊祖上次说的那样 无上尊祖还是尊祖实力 我们的手下在殊死关头没得选择 只能背叛 有可能所有人都已经背叛 甚至陨落 传音师的声音就是无上尊祖 所有事情有待考证 各位 如果真要我们某位进入神界 有没有人自愿进去 都是胆小鬼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这是何处 这里是我主人制造的空间牢笼 别费尽想要靠武力击破的 当然想出去也可以 只要你打赢我 我主人就可以让你离开 你主人 你主人是无上尊祖 打败你就能活着吗 我主人从未说过谎话 好 我倒要看看你的能耐 等我体力恢复一心 再找你练练 将士们 今天我们必须拿下这座城池 有没有信心 开炮 给我狠狠地打 包 大帅 南城门快守不住了 我知道了 退下吧 大帅 怎么办 不急不急 张道军你可来了 无需多虑 随我出城迎战 小儿 要么束手就擒 要么 拿命来 糟糕 怎么会有些人在此乘处阵 不知道热武器与神器熟高熟低 刷 感动我爷爷 我看你能奈我何 我舅舅可是 我管你是谁 是九阳先帝 他怕了 绝对是怕了 请 请贝 走 跟我去见一个人 九阳 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我的妈呀 这不是我舅舅吗 请 请贝 他是我 人是九星 这货刚才要杀我爷爷 幸亏你提九阳先帝 要不你早就累了 说 这座城池怎么办 这座城池我不管了 你再说一遍 这座城池是爷爷的 是爷爷的 还有 我爷爷要统治地府 打仗各方面的事 你费心了 听到了吗 你 费 行 了 我爷爷要是有什么事 我废了你 听到了吗 我废了你 听到了 听到了 爷爷 我有点时间回去 等下次我再来看你 走 随我去趟小院 此时 铁头将鸿蒙界准备给神界降下浩劫的事情 讲述给了九阳先帝 基本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你去联系沐风云 徐主子 为前任他们 如果可以就先带到贤界 甚至和你一起去神界发展 国长 你来得真好 这位是神界的学神帝 张九阳见过薛神帝 都是自家人 不必多礼 铁头 你安排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让他们感受一下和王的气息 王大炮拜见薛神帝 九阳先帝 见过雷老 薛老 穆宗主 前辈呢 前辈一会就到 我已经让金玉虎去通知了 前辈 你看 吴上尊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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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 你这是干甚呢 前辈 你不是让我集合起来 去仙界甚至去神界吗 你怎么这么笨 你怎么这么笨 这么多人上去 凡界怎么办 凡界怎么办 看一下那五位的命牌碎了吗 这都过去一天了 手下的命牌明明没有损换 可为何还不回信息呢 难道他们真的被判了 看来神界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按理来说 这会应该传回消息才对 算了 我们也不要磨叽了 吴上尊祖如果真的还是尊祖实力 我们开始为大战做准备吧 各位 实不相瞒 我手上其实有一个 能灭杀尊祖及实力之人的阵法 如果必要 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布置一下 灭杀尊祖及的阵法 我这阵法是我从鸿蒙境遇中获得的 旗上介绍说 此阵法在鸿蒙界初开之际 因天地所生 没有人布置成功 因为所需要的东西太过稀有昂贵 即使是我 也只布置完成七层 一旦大阵布置成功 绞杀一名尊祖及巨人 不在话下 很好 你说吧 还差什么 我等一定全力配合你 务必将阵法成功布置下来 此时五人认真研究着阵法 让他们惊奇的是 很多自己私藏的东西 竟然正好符合阵法所需 这样的话 这阵法布置成功将近九成 很好 剩下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发布搜集令 谁能为我们提供 打力奖励 相信不用多久 就能搜集到全部物品 哈哈哈哈 那些家伙是找到了什么东西来对付我的 看来这是一场恶战 谁死谁祸 也是最后才能见本小 铁头 这些就是我在神界收集所有与能量有关的东西 辛苦了 你先休息一下 浩劫时间将至能迅速让我提升使力的也只有这些了 此时 一股股精神的杨树力量顺着铁头的手掌揹入全身 灼热的气浪如波纹般冲击着周围的虚空 也随着灵气的涌入 铁头的身体开始滚热发烫 咦 这地方怎么有交位 不好 是铁头的屋子着火了 我查正要救火 难道 铁头的修炼需要火烧屁股吗 如果这火焰是他故意放出来的 我要是把火焰灭了 不就坏了铁头的好事吗 果然没错 连裤子都烧破了 表情还是这么镇定 这说明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修仙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打断 这样容易走火入魔 我绝对不能害了铁头 此时的铁头正在修炼的关键期 根本不能动 也不能说话 只能在内心咆哮里 快 快帮我灭火啊 还愣着那你干身啊 烫死我了 就这样 血果茶默默地看着火堆里的铁头不为所动 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 房子都要给烧没了 还是灭吧 你终于开销了 我只灭旁边的火焰 中间的火焰还给铁头留着 应该不会打扰到他修炼吧 我终于 大晚上 你也不睡觉吗 我放弃挣扎了 杀了我吧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我还挣扎个屁啊 我的抗揍能力一直在大幅度提升 可是就是赶不上你攻击力提升的幅度啊 我不和你玩了 我自尽算了 兄弟 莫要这般 人生还是挺美好的 我有个屁美好 我死了算了 我再也不想被你折磨了 你他娘的就是魔鬼 要不这样你再陪我练两天 两天后我努力让我主人把你放开 怎样 真的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给神界降下浩劫之日 也是鸿蒙界与神界进铺最薄弱之时 如果无上尊祖依然是尊祖及实力 并会反杀上来 不知诸尊阵准备的如何 现在就差一件极寒之物稳住真心 我想很快也会找到 好 到时我们一定要让无上尊祖 有来无回 太早 他是我爷爷 啊 嘿嘿 见过爷爷 你闲下去吧 爷爷 你怎么来了 前辈 是爷爷非要让我带他来的 臭孙子 我刚听说你这里遇到了难事 不要怕 你爷爷现在兵强马壮 那帮混蛋在哪里 我这就回去组织 打烦压压的 爷爷 这个我自己能搞定 爷爷 您怎么来了 语言 你回来了 爷爷 这位是你的孙媳妇 长语言 铁头 我重新给你做了一条裤子 你试试看 好啊 怪不得那么长时间不联系爷爷 原来在这里逍遥快活去了 是时候让你尝尝我刘家家法了 千辈 是无等无能 什么事 说 您的徒弟王小泉 王小泉不见了 什么 怎么会不见了呢 走 我们先去先见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小泉在原空古境 我们速去 前卫 原空古境是仙界禁欲 极极危险 是天地处开始受创最严重的地方 那里天地极不稳定 空经紊乱 最重要的是很多神秘的初开古兽封印在里面 一万年来涉足此地有去无回 闭嘴 随我去营救小泉 怎么说你也是我贴头的第一个徒弟 我不允许你主事 前卫 我也很是奇干 古兽一族向来凶狠残忍 今日不知为何不见踪迹 走 去闪住 小泉在这里 师父 快 这里有好多果子 太好吃了 嗯 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安然无恙 小强 这里古兽横行 你只身一人来这里 实在是太危险了 古兽 我好像看到过 只不过跑到后面的山洞中没有出来 为什么我推演不出小泉前世金绳 这到底危险呢 你到底是谁 对了 师父 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独尊针法 这不是 小泉你做得很不错 这针法正是为时需要的 但是以后 自己还是不要来这种不明雄显的地方 我们回去吧 可惜里面都古字了 师父我们回去吧 哥小泉最近还有没有特别的地方 也可以说他离开过险界没有 哥哥 好像没有 最近豪杰养智 我不能传神 小泉这里你多留意一下 他们走了吗 都走了 不知为什么 这两人能相遇一起 只可惜我的诸尊阵 别说了 到现在我们能活着 就是荣幸了 再说这个阵法 你也启动不了 怎么样了 万古尊祖 刚才我尝试启动独尊阵 可是阵法极其不稳 应该是我们找到的 极寒之物不够精纯 我们马上张提公告 加大奖励 一定要付极一切代价 这个阵法可以啊 能够诛杀分阻级别之人 有没有可能 这个阵法的出现 就是帮助我解决他们的关键 可那个王小泉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阵法需要十件物品 千八件倒是好说 可剩下的两件 我从未听闻过 不知可不可以 用其他的东西代替 等我研究一下 兴许能够找到好东西代替 最好再优化一下这个阵法 各位 现在离浩劫降下的时间还有两天 今日你们去做一件事 回个字管辖的世界 告诉所有人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同时让他们不要惊慌 而后 要是我传信给你们 你们就让所有人心中 默念四个字 不上尊祖 我需要这股信仰之力 来对抗这场浩劫 好了 各位 都忙去吧 王阁主请留步 不知前辈有什么吩咐 王阁主 我想问一下王小泉的情况 变了 不瞒前辈 王小泉其实并不是我而亲生的 这种不祥的预感绝对不是偶然 岳天尊祖 大阵准备的怎么样了 极寒之物还是没有找到 时间来不及了 看来只能去那里冒险了 你的意思要去境遇 取走镇兽金石 可是镇兽金石一旦取走 封印在境遇的万千古兽 必将会苏醒 势必迎来鸿蒙界的好斜 我有办法能压制三天的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足够了 可是没有什么可视的了 这是我们唯一能抗衡 无上尊祖的办法 万古尊祖 真的要这么做吗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 原来这就是 可以替代极寒之物的镇兽金石 我来帮你挡住攻击 你去取金石 真是个小人 终于到手了 我们走吧 不好 不好 虎兽开始躁动了 三天后再说 哈哈 我真是个天才 竟然砍透了这个阵法 不过从感觉这个阵法非常熟悉 果然拥有能够灭杀 尊祖其职人的威能 而且 紧破我的改造 他还夺了一个作用 反向毁灭防御作用 此时铁头 竟直接偷生 进入镇法中心 奇怪的事情发生 镇法里面竟然一点事想 也有害 相反 镇法外 却突然凝聚出一股 极其恐怖的威胁 准备对着外界发射攻击 毁灭外界的一切 很好 狐杀大神定是被我载高撑的 能狐杀 又能防御的大神 天才绝对是天才 惊喜过后 铁头陷入了沉思 未来发生什么 他预料不到 布局多年 铁头有八成的信心 能够带着所有人度过此劫难 但也有两成的可能 发生意外 当意外一旦发生 那他之前 做的所有事情 都将毁灭 三界之中的所有人 他的诸多好友 包括果茶 九阳 甚至他院子里的器物 和他的爱人 都将死去 两天之后 命运的齿轮将会 时间到了 回过来 开始吧 无上尊主 怎么办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所有器物 因为帮助铁头 使出了最强悍的一击 耗尽了所有的力量 失去了意识 大家辛苦了 你们闲在院子里 慢慢回复 我去完成剩下的事情 各位 这些年过得可好 无上尊主 无上尊主 我让你又来无回 竹尊大阵 竹尊大阵 这是竹尊大阵 你们卖的是遭乱吧 来 看我的 大家不要怕 我们拼你联手 照样可以击杀他 大胆 竟然敢动用镇兽精士 我不想到太多傻孽 除了万古尊祖和月天尊祖 其他人现在离开 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往后管理好自己的势力 别再冒犯我 我既往不救 你们在想什么 他的话都信 那这是要一步一步瓦解我们 没错 大家别信他 他先杀了我们二人 以后还会放过你们吗 而且我们强强联手 未必不能灭杀他 我给你们三一时间做出决定 否则 求怪我无心 仅仅一句话 其他尊祖身体 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我放弃 无上尊祖 我这就走 往后我不介意成为您的手下 我放弃 请您放我们一马 往后我一切都听你的 我也是 我也放弃 我也放弃 不好决定就给我离开 以前的事情 我不再追究 该死 要是五个人一起联手 绝对有机会斩杀他 一万年的账 我们今天是不是该请你家 无上尊祖 我们三人已经决定放弃你了 请您放我们一马 往后我一切都听你的 嗯 一万年的账 我们今天是不是该请你下来 我还在买 还能带来 像是一样 我只能带来 你们在买 我只能带来 那种 我只能带来 strong 我只能带来 一道巨小镇的天地为之遗产 整个山脉瞬间崩敞 怎么会有无上大地的气息 当年你杀我千 封我亿万 今日我必 让你血债血肠 这个人是属于 怎么会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感觉 同时也感受到了一股好色味军的感觉 无 无 无上大地 真的是无上大地 太恐怖了 不对不对 以无上大地的实力 不可能会和旺谷尊祖他们缠斗 我知道了 定是他现在的实力 只比那些垃圾尊祖强了一些 就连他巅峰时期 百分之一都不懂 无上大地 我和你拼了 铁头听到声音 看向鼓兽 耻辱 我不可能做出 这种犹如鼓兽一族的事情 无上大地 多年过去 当年的耻辱 我今日必将 统统洗刷 黎奶奶的 你是谁 我侮辱过你们 我怎么不知道 这家伙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 莫非 他不知结界后 连记忆也消失了 天不光光 月天 我们快跑 疼 给你们夺过几天 无上大地 使我一击 这怎么回事 红盟界什么时候 有这么恐怖的存在 就算红盟界 禁语 也没有见过 这么吓人的鼓兽 太害人了 我怎么感觉 自己身处的世界 变得这么陌生 我们现在应该暂时安全了 不要掉以轻心 先以密好气息 如果不是纳人出现 我们现在早已有弱 刚才纳人 应该就是当年被无上尊祖 用镇兽金石封印的鼓兽 应该是 不过为什么无上尊祖 好像不记得了 我让豪将 好 很好 这怎么回事 无上尊祖 又给自己套上了一个 猪尊祖 这是知道自己打不过 要自杀吗 先不说 为什么无上尊祖 会有猪尊祖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的猪尊祖 比约天尊祖的强百倍 无上大地 你被打猫了吧 记住自己的手段 把攻击对象搞错了吧 该死 这是怎么回事 看我怎么弄死你 哼 这家伙以为我重伤到 施展不出绝招的程度了吗 好 看我一招结束这一切 此时他认定铁头 看着他这样子 已经放松警惕 即使没有放松警惕 只要铁头靠近 他就有极大的可能 快速施展绝招灭杀铁头 竹人 蝶子 暴风 竹人 无上大地 大意了吧 我看你怎么办 哼 不对 不好 哈哈 你不知道我的剑法 有点灰吗 好吧 你这个一眼 万古尊祖 我们到底是得罪了什么样的存在 哎 反正投出来了 现在我们确实是逃了 但这能逃得了多久 无上大帝 你给我抖它 你的实力我已经摸清 我今天固然栽在你手上 但你也嚣张不了多久 我另用门面前身后 会将你的情况告诉其他三位出世狗帝 届时就是你的死期 怎么还有三头和这家伙一样强大的骨兽 为什么他们会疯恨我 为什么骨兽叫我无上大帝 记忆里面到底缺少了什么 来出来吧 来一头我杀一头 来三头我出三头 你以为你还处在天尊时期吗 无上大帝 全中将要重新被我们鼓授 一眼说完了吧 那你可以死了 这个猪尊阵确实很强 但也就只能用两次 两次之后 不真无品的能耗便会勇完 再想凑齐贪何容易 那些人给我记住 从今天起 我无上公子 王者回来也就这个起 鸿蒙界将由我 配合我的 我给你们活着 配合我的人 统统都呆死 明日无事 鸿蒙界中心中 统议我阻止之人 给我乖乖刀来 击乎来之人 好火腹 这一刻 铁头决定一桶鸿蒙剑 铁头哥哥 你回来了 咋的 对你相供我的实力不自信 害怕我回不来吗 哼 谁让你把我留在院子这里的 没办法 主要你太菜了 哼 傻瓜 我不是怕你遇到危险吗 好了 现在的事情暂时解决了 你也不用担心了 铁头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太刀 你们走过来吧 鸿蒙界那些尊祖已经被解决 现在我已经能够控制整个鸿蒙界 大家都尽最大的努力提升自己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死亡之父 不过在最后决战前 我们还要消灭所有的古兽一族 他们始终是隐患 此时铁头没有隐瞒 将死亡之父和古兽一族的事情 借着这机会详细说出 我们最大的决定 无上大帝 你给我等着 看来大家都已经苏醒了 大哥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我与无上大帝大战了一回 那家伙已经弱到 差点被我斩杀 无上大帝 好了 你们都可以走了 从往红猛界的大门 我已经打开了 多谢姐妹 各位 有缘再见 菜刀 很高兴能认识你 多谢这些日子的陪伴 应该谢谢你 这些日子我的实力 特别是抗击打能力提升了 而且是提升很快的那种 以后见面 我不介意和你喝一杯 你们要是想去鸿猛界 也可以去玩玩 但要注意安全 公鸡 现在还不忘记打鸣 都习惯了 早上不好两嗓子难受 我今天去鸿猛界 你们有没有想去的 主人 我去 还要我 那我们一起去吧 认识一下这些鸿猛界尊祖 不错 都来了 就剩万古尊祖和岳田尊祖了 这两人恐怕也不敢来 恩 有意思 这两人还敢来 不上尊祖 我们错了 这两个家伙 为了活命 也是真凭的 不上尊祖 我们愿意有事为你服务 只求你给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不上尊祖 我们两人也想为人祖 贡献一份力量 还希望你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们倒是有些玻璃 那好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但你一年 你们没有自由 这两团光芒正是二人祭出的灵魂 灵魂是一个人最脆弱的 这就是两人的赌博 赌铁头暂时不想让他们死 也正如他们所谓 铁头在二人的灵魂意识中 闹下家伐 稍有悔意 便可直接取其幸运 小强 你怎么了 都站好 谁都不许投看 铁头哥哥 你进来帮我搓一下呗 情辈 张九阳前来求见 怎么这时候来了 一定也想去鸿猛界看看 停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 过段时间我去找你 原来王小泉的事情 前辈已经知道了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前辈 九阳先告退了 嗯 刚才明明铁头门外有个人 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难道是我眼花了 铁头在家吗 我进来了哈 快快快 各就各会 王八神 你怎么来了 媳妇在家吗 在屋子里 你过来 你过来 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听到娃娃叫 我这里有祖传下来的七位帝皇丹 你一定要每天服用 你懂的 当初你大叔都不舍得吃 给你了 一定要加油 好了 你不用送了 我走了 等有了喜讯你记得告诉我 铁头哥哥 刚才是王大婶 他来干什么 没 没人呢 你喜欢的吗 这么急着我来有什么事 前辈 这段时间我研究出一些东西 说来听听 我最近其实几乎没有修炼 每天太阳一出 我就盯着看 一直盯着太阳看 一直到昨天 我发现自己眼睛突然间 有那么一瞬间出了问题 看不到东西了 四周飞乎乎一片 正常来说 如果不是遵族实力 总是看太阳 现在已经狭了 你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但是因为这样的变故 我突然间在心底里 诞生了一股奇怪的感觉 我发现自己心头明目 参悟了大道 前辈 别人都说阳光就是光明 光明能使一切变得通亮 但是却没说过 其实光明有时候到了极限 也是黑暗 也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心头有了感觉和力量 那种力量很玄妙 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不同了很多 你应该是领悟了光明大道 你觉得你现在的实力有什么变化 你能使用这种力量吗 这就是我现在不明白的地方 我明明觉得自己领悟到了什么 可就是使用不出那股奇怪的力量 或许这个世界隔绝了大道之力 等离开这个世界 你前途无量 好了 这事先告一段落 古兽随时会反驳人类 我们必须做好防范 这场战争 我们人类只能赢 不能赎 我什么东西都能使用和制造 为什么我的身体里没有这种大道之力呢 铁头哥哥 你在想什么呢 红龙界骨兽随时会反驳 你最近不要鞠了 我不管 说什么这次我也要和你并肩战斗 前辈 古兽送来战术 明日五时将血洗我们红龙界 来来的还是来了 铁头是所有人的希望 并且是我的师父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你别忘记自己前世的身份 不抹杀他 你以为他能放过你 凡事自有因果 万事皆是轮回 放手吧 事实无常 苹果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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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昧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人 哈哈哈哈 回复的挺快啊 今天就是你的死机 好 话不多说 今天让你们一头也走不了 万古 月田 你们五位可否有信心应对那头古兽 前辈 这个没问题 主人 我们来对付这边这头 我们姐妹对付另一个 老朋友 您的对手是我 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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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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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胳膊是我的 弟兄们 上了 卑鄙 下流 无耻 你那么厉害 为什么上次还要用大阵 我恶意 兄弟们 快来救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回家 我打睡 闭嘴 别耽误我看动作片 我又没说话 不好意思 咋伸手了 小卷 怎么是你 师傅 你其实可以叫我 师傅 师傅 你把小卷怎么了 纯祸 它只不过是我体内的一丝善念 本就不该存活于世 原来如此 难怪我推演不出他的前世金绳 一万年前 让你跑了 这次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 我轮回伞世等的就是这天 傻腹之仇 今天多个了断 拿命来 刀夹把劲 过来 我可以给你们疗伤 我这就要帮你们 我这就帮你们治疗 我这就帮你们治疗 你下去了 你下去 它现在太强大 你接不下它的骨骑 相信你主人 我现在的防御很强 好 很好 这次你必死无疑 此时菜刀光芒已经消失 铁头可以感觉到它的生机正在渐渐流失 再这样想 不用多久 它就可能永远死亡 我是你主人 现在我命令你 马上离开 语言 给菜刀疗伤 不要让它过来 我终于感受到菜刀为我 抗下了多强的伤害 是时候解决你了 蝼蚁赴死罢了 都给我死 现在的你 已经弱小刀让这种蝼蚁来保护 真是可笑 勾了 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会执刀的 这 这是大盗之力 不 不可能 铁 铁头 你还是铁头吗 你还好吗 有一阵眩晕感 很快就会过去 时空大盗 给我逆转 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被死亡之父派死了吗 是啊 这 发生了什么 语言 现在不云了吧 我将时间逆转到了一天前 虽然遇了我绝大部分修为和寿远 但也让我残住了三千大盗 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去探红猛界禁语 你竟然逆转了时间 你什么呢 不 不 不可能 师父 对不起 小圈 罢了罢了 你杀了我们吧 我不会杀光你们 我要留两头骨兽统治其余的骨兽 你们是不想死 不 我不想死 还有我 好 救你们了 好了 生鱼的你们都不用死了 但给我记住 以后只能在金狱里生活 如果想要主宰人类 求怪我灭了你们族群 铁头杀掉刚才两头骨兽 只因为他们太聪明 同时也是杀鸡几头 检测到宿主的附近 还有一缕魂魄在另一个时代 宿主是否前往 死网地坠 死网地坟 原来此只大道突破到100亿级 要面对真正的死亡 刘铁头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助我一臂这里 不管你领悟了多少大道 100亿级是你永远垮破的红固 我会让你领练什么是痛苦 死亡逼覆100亿级 好很好 铁头你怎么了 现在红猛界中已经能够修炼大道 你们可以尝试修炼 这是太鼠界上领悟大道的步骤 并且还有领悟大道后 修炼提升的发觉 不过红猛界对大道压制很大 就算是死亡逼覆 也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前期修炼还是没问题的 死亡逼覆 铁头 死亡逼覆不是已经 没有 而且他现在已经突破到了100亿级 如果我推算无误 死亡逼覆已经去往太初界 他现在最想做的 应该是公布 你们好好研究领悟一下 在铁头领悟到死亡大道后 他就觉得自己领悟的所有大道 有些蠢蠢欲动的感觉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顺着这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去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他闭上眼睛那一刻 就进入了一个精神世界中 这个精神世界里面 铁头看到了自己领悟的所有大道化形 而这只是在精神世界的化形 要是表现在外的时候 则是大道应急 时空大道的化形 则是一个黑线圆圈 生殖大道和死亡大道化形 则在这个世界的最高峰 它们的化形分别是两颗球体 一黑一白 铁头进入这里之后 开始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特殊感觉 这感觉在引导着他去做某件事 铁头深吸了一口气 果断跟着自己这股感觉去尝试 试得让所有大道融合在一起 在他的努力下 所有化形的大道 开始缓缓往生之大道 和死亡大道汇聚 没错 就像这两个大道 如同吸铁实力版 两个大道将所有大道吸附到附近 然后开始排列组合 直接那时空大道化形 突然变大 成了一个大圈圈 直接将生之大道 和死亡大道圈在了里面 而这时 雷之大道突然也变大 变成了一条狐信 一下子将圆圈分成了两半 刚好隔开了生之大道 和死亡大道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形状 其他大道 则以一种不知名的规御 开始分别汇入圆圈两边 最后一切定性下来 铁头这会儿 愣在了原地 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庞大的图案 那竟然是一个太极图 这时 一道阵铭声响起 听着这阵铭声 铁头听懂了其中的意思 创始大道 创始大道 原来这就是你合成后的名字 这 这合成后的创始大道 等级竟然只有五十一级 有没有搞错 只有五十一级 比我普遍领悟到的 大道等级都要低 我的绳之大道 都已经是八十一级了 我怎么觉得这创始大道 不比自己那八十一级的 绳之大道弱 五十一级就已经能够 堪比八十一级 那这创始大道 慢慢修炼起来 打到八十一级的时候 又会打到多强的程度 是否可以直接碾压 一百一级的绳之大道 或者死之大道 或者即使同时拥有 绳之大道和死亡大道的人 都不够他的强 那我现在是将这创始大道 修炼到解禁八十一级 就能聚找死亡地附包仇了 此刻在鸿蒙界的大道能量 竟然开始往他这里急速飞来 最后都落入了他的身体里面 哈哈哈哈 所有种类的大道能量 都能提升我这创始大道 是不是我可以说 现在这创始大道 就是来者不知的杂食动物 能吃草 能吃肉 甚至能吃食 铁头直接将创始大道 在此显露而出 这就是创始大道的印记 随后他开始运转 吸收大道能量的法门 下一刻 他身后的太极图案 开始转动起 眨眼间 一股强大的吸力在他身后出现 这股吸力只针对大道能量 对其他事物没有任何作用 吸力一出现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铁头发现 请客间 原本已经涌入了鸿蒙界 已经弥漫到各个角落的大道能量 竟然在他身后的创始大道转动那一刻起 直接像是被什么吸引了一样 快速往他这里飞来 短短三息时间 铁头就发现 弥漫到了整个鸿蒙界的大道能量 瞬间就被他吸光 没错 鸿蒙界这里的大道能量 全都被他吸光 卧槽 这吸手大道能量的能力 这么恐怖的吗 鸿蒙界的大道能量没了 这其他人还修炼个灯啊 斗带呢 偌大的大殿瞬间安静 很多人看着铁头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像是凡人 而铁头则是高高在上的神兵力 雷千热和慕容风 他们感知着铁头那恐怖的强大感 都是一脸笑容 他们早早就认定铁头 是鸿蒙界之上的大王了 来到这个世界 应该再步一场天大的棋局 现在看来 一切都如他们所想的一样的 最为可怕的是 不久前那一年 时间竟然直接回到了一天前 要知道 这可是直接让整个鸿蒙界都回到了一天前 而且有些人可是已经死了 回到一天前就复活了 这手段简直恐怖如斯 叫你们前来 主要是要教导你们鸿蒙界纸上 太主界的一些修炼知识和法门 我过段时间就要回太主界 鸿蒙界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会留在这里 说 时空古城在什么地方 大佬 你要问问题 直接问就是了 为何要先揍我们一顿呢 我们无聊 想玩玩还不行吗 说 时空古城在什么方向 我不知道啊 这是盘古林区 是古兽区域 我已经好久没出去了 不过大概是那个方向 滚 记住 来到太主界 别随便惹事 我不好住手 其实铁头现在的实力有多强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他是不敢在鸿蒙界里 全力出手的 其实别说全力出手了 即使只用四分之一的实力 他觉得鸿蒙界 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而到了这个世界 他有顾忌 在没有完全摸清太主界的情况时 铁头必须隐藏 因为这里有他的死对头 死亡地附 铁头之所以要带着望谷和跃天尊祖 最重要的是 铁头显示在外的修为气息是领主镜 要是有些人眼神不好 觉得他好欺负 从而过来招惹他 那也是麻烦 而以他这种修为 一直散出一个大道印记 也会让人惊叉不明 所以有两个已经领悟大道 并且是尊祖镜的人跟着 麻烦会少很多 看那边 是人族 这里既然有人族 那他们一定知道 时空古城的方向 族 去问问 你们过来一下 我们有问题要问你们 知道时空古城怎么走吗 那边 这小子 绝对是某个势力的 废才公子哥了 已经二十多出头的样子 却只有领主出息的修为 这种情况在太初界 几乎都是废材的标配了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看你们的气息 不应该能从那边过来才对 不怕遇到强大的鼓兽吗 有事班 既然内施了 两位 我们显高次了 你们也是去世空古城吗 没错 既然如此 一起挂 我空间大道达到了二十亿级 速度肯定比你们快 你们给我们指方向就行 大龙 就你这空间大道 连你主人一半都达不到 好意思拿出来炫耀吗 我主人是超级强者 我们比得了吗 五十亿级的空间大道 放在太初界也是很恐怖的好吗 你们要是知道 你眼前的这位已经七十亿级 还不得直接下趴 好了 带你们一场 也算是答谢你们的指路之恩 以后有缘再见吧 走吧 先带你们去个地方 千辈 去什么地方 花楼 我们上来一趟太初界 就是为了去那种地方吗 太初界没有什么事情 在花楼打听不到 去那里准备坐来 不过看你这样子 这是怕自己的喜富吗 习惯严可不好啊 几位大爷里面请 主人他们还没谈完 看来时空古城的城主 不想加入到组织里了 或者他是死亡地赋那边的 没有吧 他只是不想站队罢了 还是得看情况 现在应该再谈条件 不过这时空古城的城主 确实有实力 时空大道50一级 现在太初界时空大道 超过60一级的人 不超过一手之数 他要是加入组织 好好培养他到60一级 那就是一个栋梁之材啊 哦 咦 看那边 他们跟踪我们 你用空间大道赶路 他们谁能跟踪得了 这是缘分呢 三位兄弟 好有缘 确实 既然这样 来 我们一起坐吧 不了 我们来这里有试镜要搬 有包秧吗 三位客官 一间包厢需要这个树 随即铁头 直接拿出了一块 晶莹剔透的晶体 这块扁平的晶体 有八长大小 其上闪烁着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 正是时空大道的印记 看到这东西 小二身子一抖 眼中突然绽放出巨芒 客官 你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需要姑娘吗 我们这里可以提供 领悟了大道的姑娘呢 不要姑娘 你留在这里就行了 卧槽 来这里的人 也有不点妹子的 但那是为了商量什么事情 只是 你们不点妹子 点我干啥 而且还是三个大男人 要是一个人 为了那块大道领悟晶体 我也能忍了 可你们这是三个人 我怎么忍啊 铁头拿出来的那块东西 叫做大道领悟晶体 也算是太初级的货币之一了 是修炼到五十亿级的人 才有能力制造出来 而铁头现在拿出的 这块大道领悟晶体 则是时空大道 我觉得自己忍忍应该就行了 这时空大道 可是在三千主流大道 中排在前十的存在啊 这东西的价值 直接就是我几亿年的工资了 客官 有什么您随意吩咐 很好 不过开始前 你得答应我 这里发生的事情 不能对外说出一句 否则 我们势力不介意 一直追杀你 客官您放心 这个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 坐下吧 这三位 是要慢慢搞起气氛的那种吗 你给我说说 最近太主界的情势 比如最强的那几个势力 最近如何呢 难道 这几位客官那个钱 还有这样的习惯吗 还是 我理解错了 当初刘家被灭前 太出界中 是有挺多大势力相互鼎立的 除了刘家 在死亡地赴势力之下外 还有好几个势力不错 他现在主要是想打听一下 这些势力现在的情况 然后看看能不能加入其中某个 可此时他听到 现在的太出界 竟然主要分为三个大阵 一个是重势力联合起来 成立了一个联盟组织 一个则是死亡地赴旗下的势力 最后一个 就是太出地母麾下的势力 三方互相前置 互相制衡 铁头决断 那些强大的势力 联合起来抵抗死亡地赴 再正常不过 毕竟刘家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联合起来也多一分保障 只是太出地母又是怎么回事 太出地母不是和死亡地赴关系结好吗 死亡地赴好像和手下某个女子搞在一起了 然后被太出地母知道了 于是两人关系才开始破裂 好了 你下去吧 就这 难道他们不是一起上 客官 您的意思是 我可以拿着这东西离开了吗 记住 就当没有进来过这里 这 竟然是七十一级 现在太出界领悟时空大道的最强者 也只有仲天联盟的大王 秦时天才有这个能力 他已经将时空大道修炼到了七十一级 难道 真是秦时天制作出来的大道领悟晶体 发了发了 好了 今日来这里的事情也算完成得差不多了 准备离开吧 下次我们再上来时 得想办法加入那个叫做仲天的联盟 死亡地赴和太出地母两方的情况 铁头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也许这两人在一唱一和 而这个叫仲天的联盟组织 还是挺不错的 等他加入之后 慢慢混成高层 直到他实力能够和死亡地赴抗衡的时候 直接教唆整个组织和死亡地赴硬刚 届时 他和死亡地赴两人对决 也有人帮忙一起拖着太出地母 等他杀了死亡地赴 太出地母也将是他的身下婚 这位道友 我是时空古城的城主陆飞 请问 你已经领悟了时空大道吗 陆飞 这难道是那个男人吗 没错 刚领悟成功没有多久 要不你们招这位道友进你们仲天吧 好好培养 应该也不错 抱有 想必三位听说过仲天吧 我是仲天组织里的一名知识 名叫索隆 你可有兴趣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怪不得俩人一起来的 不然就赶你录来吧 老龙的一 小龙 好 不过我这两位兄弟 不知道能不能跟着一起 这个 应该不行 我们没关系的 前辈 我刚才做的怎么样 你小子倒是同名 前辈 下一步我们做什么 我去买点能一龙 喝能快速提升修位的东西 三天后 我们来赴约 公子 您想买点什么 有没有哪种 五十一级徐师大道都看不透的一种面具 刚好有一块 不过这个价钱嘛 就有些 具体多少 你可以直说 需要五十万大道之石 好 那你们这里可有 助于商机土壮的弹药 或者其他宝贝吗 这么有钱吗 难道这是某个超级大势力的公子 可是 那也不应该只有领主镜才对啊 有有有 不过加起来的价格大约是六十万大道之石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够了 七十一级 在太初界中 只有秦时天一人可以录制 不是秦时天的 这 不可能啊 客官 你这大道晶体哪里弄来的 这太初界 竟然有人 离秦时天在石空大道这领域中 还要强 这简直是大新闻啊 我是尊贝的 小友 我想问问 令氏怎么称呼 兴吾 名字仁 吴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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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吴字仁 吴字仁 这个 那这晶体足够了吧 够了 完全够了 既然这样 那脚已完成 我们就先离开了 小友 不知下次还有没有缘分再见 探田嘛 启 不菲 重大发现 今晚过来我这里 咱们两人又可以好好彻夜研究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们运气好 刚好遇到了想要去找的人 不过三天后还得上去一趟 对了 媳妇 你现在可选好适合自己的大道了吗 要不要相公我推荐你几个 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还在想着呢 你说说 我看看是不是适合 我觉得冰和火这两种大道挺不错的 要不 你试着领悟一下 冰和火嘛 我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不过相公你为何想要我领悟这个 这个当然是为了你好 主人 我已经领悟了一个大道 哥 铁头以为菜刀第一个领悟到的大道 可能是刀指大道 或者锋利大道 亦或者是霸气大道 反正能和菜刀打变 他都想过了 可怎么也没想到 菜刀第一个领悟的大道 竟然是锄道 这直接就是超级末流的大道之一呀 即使是太初见 也没有多少人领悟这种大道 也就只有锄子会了 没事 第一个领悟的大道 不一定是自己最擅长的大道 也许恰巧你在厨房里面 然后有所感悟 所以才领悟出来的 相公 你猜猜我领悟了什么大道 好家伙 绳子大道 整个菜主界 领悟绳子大道 或者死之大道的人 几乎都被誉为天才 我这媳妇 到底是怎么领悟到了绳子大道 难道 他甜甜想着生孩子 然后就领悟到了吗 念及此 铁头脸色开始怪起来 有丹药的辅助 仅仅半天 铁头就突破到了尊祖境 与此同时 火之大道 竟然也突破了两亿级 变成了五十二亿级 这突破的也太简单了 好像河冰城创世大道后 我对其他大道的领悟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随后 铁头决定 一个领悟了火之大道 并且 是五十一级的人 加入仲天 相信对方 也乐意让五十一级的 火之大道者 加入组织 你可知这荆体主人的名字 或者尊号 我怎么没在太初界听说过 还有人的时空大道 达到七十一级呢 尊号不知 但名字 我从他那三个徒弟里 问出来了 叫做吴自仁 吴自仁 这个名字没听说过 看来是一个不喜欢 出现在大众视野的强者了 对了 你说的那三个徒弟 到底长什么样 下次我遇到 可得好好招待 随后 方正白将铁头三人的 大概长相和穿着 我告诉了陆飞 只是陆飞听着听着 已经听不下去了 整个人化身成了一座雕塑里面 火之大道达到了五十二一级 陆城主 时空古城 还有这样的人吗 我不认识这种级别的 火之大道领悟者 头来到古城的第一时间 就佩戴好一绒面具 并散出 火之大道的气息 铁头他们再飞三个人 出现在了天空上 进入众人誓言里 他们来了 中间那个人是谁 两位道友 又见面了 不知这位任雄师 这位是我认识的 一位望天骄 敌人 胡思人 很用心能认识几位 不知吴道友 是否有加入 我仲天联盟的意向 我加入仲天联盟可以 不过我可以提条件吗 你说 第一 他也得跟着我一起加入仲天组织 这个没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 我进入你们组织后 要和你一样 当一名之士 欢迎三位加入我们仲天 现在只需要带着三位前去走步 将你们的身份信息记录下来 领取身份令牌就差不多了 当然 这位兄弟你想要当指示 给去考核一下 所知识 是这样的 这两天我深思熟虑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加入仲天组织比较好 啊 哈哈哈哈 哦 哦 路程主终于答应加入仲天联盟了 今天真是双心临门 但我们先前说的那些条件 还望所知识不要忘记 这个简单 不过指示这事 还是需要考核 但我相信成主你的实力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到一股来历不明的超级变数 这变数 恐怕要颠覆整个太初界 共有了多年的格局 马上回红猛界 快 受 前面是死亡地赋 快 现在 马上 你们在这里只是报回 是死亡地赋 他现在还不敢和仲天联盟开战 一个仲天的小小知识 在我面前还不肯快跪下 跪下也晚了 留起头 就你这易容术 在我面前也敢造死 一个也不许让他们跑了 得力 拿命来 留起头 没想到你敢来太初见 哈哈哈哈 你们统统拿命来 留起头 奈何你三千大刀 在一百一级面前 也只是蝼蚁 尸王帝不必要目标兴 你们快走 哈哈哈哈 一个都别找到 阿洋 他的丹田已经对我打碎 就算不死也是废物以为 走 丹田破裂 无缘休闲 洪梦界我是不能悔剧了 可何处是假 那是什么 就在铁头证然之时 乍然一声雷鸣 震动苍穹 星辰坠落 大地也为之阵颤了一下 迎面便有滚滚的热浪扑来 恐怖的高温 使得空间都有些扭曲了 四周树木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枯萎了下去 铁头踩着焦土 顶着热浪缓缓靠近 只是走近了才发现 那哪里是星空坠落的星辰 而是一朵 只有八掌大小的金色火焰 人火 铁头证然 心神恍惚了一下 怎会想到 坠落的星辰会是一朵火焰 很快 金灰散去 那真火就如灯的烛火一般 孤零零的悬在哪里 虽是火焰 但铁头感受不到丝毫的高温 摇曳着小火苗 孤零零的 像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你也没有牙嘛 似是孤单心境相似 让铁头忍不住伸出了手掌 轻轻摸了过去 那真火似是有灵性 竟然跳到了他的掌心 像一个天真灿烂的孩子 在他掌心中暖爽 有意思 铁头忍不住伸出手指点了给他针火 这一点不要紧 那真火竟然化作了一种心光 窜进了他的身体 你 而那真火似是很难玩 在他身体内转了一大圈 最后一溜一二 就窜进了他破裂的丹田之中 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丹田已经被我打碎 就算不死也是废物以为 走 丹田破裂 无缘休闲 红网界 我是不能回去的 可何处是假 那是什么 就在铁头证然之时 乍然一声雷鸣 震动苍穹 星辰坠落 大地也为之阵颤了一下 迎面便有滚滚的热浪扑来 恐怖的高温 使得空间都有些扭曲了 四周树木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枯萎了下去 铁头踩着焦土 顶着热浪缓缓靠近 只是 走近了才发现 那哪里是星空坠落的星辰 而是一朵 只有八掌大小的金色火焰 燃火 铁头正燃 心神恍惚了一下 怎会想到 坠落的星辰会是一道火焰 很快 金灰散去 那真火就如灯的烛火一般 孤零零的悬在哪里 虽是火焰 但铁头感受不到丝毫的高温 摇曳着小火苗 孤零零的 像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你也没有牙吗 似是孤单心境相似 让铁头忍不住伸出了手掌 轻轻摸了过去 那真火似是有灵性 竟然跳到他的掌心 像一个天真灿烂的孩子 在他掌心中暖爽 有意思 铁头忍不住伸出手 指点了给他真火 这一点不要紧 那真火竟然化作了一种金光 窜进了他的身体 你 而那真火似是很难玩 在他身体内转了一大圈 最后一溜一二 就窜进了他破裂的丹田之中 哥